男人在藏书阁当杂役扫地三年 却在宗门即将灭亡之际 仅用一片树叶就重伤无数魔门高手 天青宗作为这方天地的一个墨流宗门 由于地属灵气稀薄之地 门内弟子大多修为不高 即便是他们的宗祖 在其他宗门眼里也只不过是个蝼蚁 如今宗门再次传来噩耗 他们的大师兄与海澜宗弟子比是被一击猎杀 上一院大师兄则是死在了山岳洞天 宗门长老听到消息仰天长笑 上天你难道真的要往我天青宗不成 一旁的女子听到此话一脸震惊 莫非我天青宗三代天骄皆战死了不成 老头一巴掌拍在脑门上长叹一口气 掌门坐下的弟子差不多都死光了 突然天宫一道天雷劈下 闪电伴随着一群乌鸦倾斜而下 乌云慢慢不见月 我从中来度众生 老头被吓得满头大汗 哇 如此阵仗定然是有魔宗高手到场 门内弟子闻言抬头望去 那可是微震八方的魔门帝宗 传闻魔宗之人各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 此番前来莫非是要灭了我天青宗 紧接着一群头戴斗立身披黑袍的男人踏空而来 他们身后还有四名弟子抬着一口棺材 一阵装逼过后缓缓落到了天青宗的广场上 为首男人随后道出来意 魔门帝宗那罗 请天青宗安景赴约 众人听到内罗这个名字无不震惊 传闻此人极为嗜血 即便是有的三尽三花巨顶的高手死在他手里的也是无数 此人为何这时来我天青宗 就在这时一道流光迅速朝广场飞去 来人正是天青宗宗主陆 只见他一脸怒意看向魔门帝宗的人 我天青宗从未招惹诸位 此番传我宗门意欲可为 那罗依旧是那种 请天青宗安景赴约 天青宗弟子闻言开始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我总还有这号人物 竟值得魔门帝宗的人邀约一件 陆明看向一旁的长老 我天青宗可有叫安景的长老或是知识 那名长老却是极力摇头 陆明于是寻思着难道是某位弟子 但那名长老却说 全宗上下513名弟子中并没有叫安景 陆明一脸怒意 那罗我天青宗并没有叫安景 你请回吧 那罗听后杀意瞬间爆发 我最后说一遍 请天青宗安景出来 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陆明身为天青宗的宗主自然有些傲不 放肆 我天青宗虽算不得什么大宗门 但也不是谁都可以揉捏的软柿子 那罗对此不懈的笑笑 紧接着一只煞气画作的巨手拔地而起 那罗周身被无数煞气包裹 只见他抬手一挥 巨手瞬间缓缓朝整个广场压去 陆明双手和时爆喝一声 放肆 下一秒陆明的灵剑与那罗的巨手碰到了一起 然而这并未持续多久 他的灵剑就被那罗的巨手捏得粉碎 陆明闷哼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那罗还是那句话 今日安景不出来 天青宗将不复存在 此话一出 整个广场上瞬间沸腾了 无数弟子挥拳呐喊道 他太嚣张了 我们和他们拼了 然而内罗却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双手画出残影就要释放大招 只见那只巨手再次抬起 光是内罗散发出的威压 就迫使无数弟子跪在地上 陆明此刻已是无力回天 想不到我天青宗创牌七百余年 今日难道就要断在了此复 这时内罗再次开口 陆明老儿 给你十夕时间让安景出来 陆明直接被气得咬牙切齿 你明明就是想灭舞天青宗 又何必找这些理由 那罗文言抬手念动法诀 下一秒那只巨手 开始缓缓朝整个天青宗压去 陆明额头冒起冷汗 露出一副绝望的表情 就在这时一道金光突然从天边亮起 那只巨手遇到金光后迅速开始后退 片刻后彻底崩溃 消散在这天地间 摩门地宗弟子抬头望去 心中顿时大惊 因为他们看到一条青龙正在朝他们袭来 他们顾不得多想立刻朝广场四周逃去 那条青龙撞在了广场中央 广场下方瞬间轰出一个大窟窿 而摩门地宗弟子全都跪在地上恐吐鲜血 看到这一幕陆明黑黑一笑 这是有高手在救我天青宗 而内罗则是最惨的 不仅他引以为傲的面具被震损 身体也受了很重的内伤 当他看清那一击竟然是来自一片树叶时 他瞬间就被吓出一身冷汗 竟然只是一片树叶 陆明此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一夜震膜 反应过来的弟子开始七嘴八舌议论此事 我天青宗何时有这等高手 被一击重创的内罗赶忙对着身后的弟子说道 天青宗有不识高人 我们速速撤退 话罢便化作一缕黑烟急忙跑了出去 陆明陷入困惑 我天青宗何时出了这样的高人 与此同时一名杂役弟子正在藏书阁坐着打扫 他看着地上的一只小墙自言自语道 古书记载每隔三千年就会有一场大劫 而上次大劫已经过去了两千九百多年 那次大劫即便是第七第八境的高手都不知道死了多少 甚至是第九境的高手都难以搏命 他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三年 虽然现在自己已经能够轻松击败那罗 但要想应对接下来的天洁 他的实力依旧有些不够坎 所以他必须要躲在天青宗修炼 直到自己实力超越第九境界 古习才能从大劫中活下 另一边 刚逃出天青宗的内罗 依旧不敢相信天青宗 有人能用一片树叶种伤他们 一旁的弟子做出分析 会不会是天青宗太少张了 此人若是还活着 估计有着第四境的实力 然而内罗对此却极力摇头 刚才那人绝对不止第四境 其他摩门帝宗弟子文言瞬间大惊 这天青宗只不过是一个三流宗门 蓝不成还有第五境界会员金丹境界的高手 一想到那一击内罗就瑟瑟发抖 那人太可怕 若是他蹲了出来我们今日必死无疑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你们是在说我吗 众人听到此话立刻回头一看 只见安景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们 那罗健壮立刻指着他询问他 你是谁 可他心中却早已慌得一批 此人究竟是何时出现在这里的 一些摩门帝宗的弟子 通过安景所穿的衣服 判断出他是天青宗的杂役弟子 然而内罗可不相信 于是再次询问安景 你到底是谁 安景摆了白手 表示自己就是天青宗的杂役弟子 那罗文言顿时后退一步 这绝不可能 毕竟一个杂役弟子 怎么可能悄无声息靠近他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你是刚才出手之人 男人本是宗门的第一高手 结果却在藏书阁整整扫第三年 然而就在宗门即将灭亡之际 他却仅用一片树叶就击退无数摩门高手 男人名叫安景 三年前突然穿越到这方修仙世界 靠着可以自动融合一切天才地宝系统 成功狗到了宗门最强 权宗上下没有人知道他的实力 所以只能和其他弟子一样 每天在宗门打扫卫生 可殊不知男人拥有吞噬万物的能力 凡是被他看过的功夫 只要是属于同种类别 就能相互融合形成更高级的功夫 历史三年的融合 天青宗藏书阁内的所有五级功法 基本都被他融合 因此他也创造出了两门顶级先级功法 而这所谓的融合可不止在功法上 天才地宝和法器都能融合 就好比一枚猪果和玄灵果 通过安景的融合就能变成玄灵猪 两把下品零件可以融合成中品零件 安景在藏书阁的这三年 通过不断融合地阶法局 如今他也不知道自己到达了地底境界 虽然自己能够轻松击败第三境的奈罗 但依旧不敢迈出山门 毕竟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危险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天青宗掌门一阵抓耳挠塞也想不明白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才能仅凭一片树叶震推奈罗 一旁的陆云儿文言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于是询问自己父亲罗门之人 真的被神秘高手一击击退了 陆明看着广场上的大坑一阵摇头 难道宗门还隐藏着他不知道的太上长老 回过神来的他赶忙让陆云儿去调查一下 宗门内是否有叫安景弟子 陆云儿虽连连点头 但却一直处在震惊之中 因为他觉得即便是宗门的太上长老 也绝不可能仅凭一片树叶逼退难 所以又会是谁在暗中帮了天青宗 就在这时外门直视长老突然冲进藏书阁怒吼道 杂役二十七 安景回头一看 发现刘瑶拿着一把扫帚一脸怒气的看着自己 于是他赶忙询问刘瑶 指示大人找我有事 刘瑶将扫帚朝安景扔了过去 行了躲在这里偷懒 我找了你半天 你不知道宗门内发生变故 现在宗门内一片狼藉 还不快滚去被我打扫 安景拿起扫帚转身朝广场走去 心里确实忍不住痛骂了这凶女人几句 就在他和一些弟子打扫着这广场时 刘瑶跟着陆云儿朝他走过来 当刘瑶得知有高人出手击退魔门帝宗的人后 他简直是难以置信 可陆云儿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更加震惊 此人以一片落叶就击退了第三劲的耐魔 有可能是我天青宗的某位前辈 刘瑶顿时张大粉疤 一片落叶就击退了耐魔 这是多么可怕的高手 陆云儿却并未露出喜悦之色 因为他知道这种修为高深的前辈 可能只是路过这里 刘瑶听到此话也是一阵怒气 如果这位前辈是我天青宗的该有多好 以后谁敢小看我 尤其是那玉河门的人 近来越来越武装了 完全不把我们天青宗放在眼里 这时陆云儿告诉刘瑶 玉河门还能放一放 倒是那魔门帝宗的那魔 他们没有找到的叫做安景 肯定还会来的 我需要天青宗近百年弟子的花名册 查一查上面有没有叫安景的弟子 刘瑶让陆云儿先等等 他马上就叫人去拿 不过我感觉这应该是魔门帝宗的人搞错 帝宗实力极强 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扯上关系 说到这里他突然对着安景喊道 杂役二十七 你没吃饭吗 有气无力的 扫快点 等会扫完 去给陆云长老拿天青家的花名册 安景对此早已经习惯 回头赶忙说知道了执事大人 陆云儿见到刚才那一幕 于是让刘瑶没必要对杂役弟子这般苛刻 但刘瑶对此却是一阵怒 云儿你不知道 这些杂役游得很 我一不在他们就偷懒 说完转身便准备带着安景去拿花名册 这时陆云儿却突然一脸笑意的看着安景 你叫什么名字 白天青宗也有几年了吧 安景文言赶忙傻笑着回道 杂役二十七 白天青宗三年了 陆云儿点了点头 三年 白天青宗的确不算短了 如果日后还有强敌杀陆宗了 你怕不怕 安景没做思考便说不怕 这个回答让陆云儿感到有些震惊 但紧接着就笑着拍了拍安景肩膀 不愧是我天青宗的弟子 是个好样子 而安景可不想引起过多的注意 赶忙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杂役弟子 傍晚 一名尖嘴猴腮的老杂毛 突然来到了天青宗的藏书阁外 此人竟然是玉河们的长老张秋 只见他一脸坏笑地看向藏书阁 白日天青宗遭逢大便 门内必定十分混乱 此刻正是潜入藏书阁的大好机会 他在藏书阁外仔细打量了一遍 不知道能否找到传闻中的灵机法觉天青心法 话说完便推开大门悄悄溜了进去 进入藏书阁四处查看了一番后 发现这里果然和他料想的一样没人看上 于是他不由地咧嘴地笑 这些可都是天青宗的百年典籍 就算没有找到天青心法 我也能带回去一些西游法觉 就在他四处搜寻着功法室 藏书阁内突然想起了沙沙沙的声音 张秋顿时大惊 赶忙回头四处望去 这是什么声音 难道还有人在这里 老头半夜潜入藏书阁 准备盗窃天青宗的功法秘籍 不料却在里面碰到了一名杂役弟子 杂役弟子只是看了老头一眼 竟直接让他丹田破碎神魂俱灭 这老头名叫张秋 乃是玉河门的外门长老 潜入藏书阁主要是想盗取天青宗的天青心态 然而他刚进来不久 便察觉好似有人在盯着自己 火不其然在他的逼迫下一个戴面具的女人走了出来 女人对着他不屑一笑 张秋顿时很是不爽 看着对方藏头鹿尾的鼠杯 你到底是何人 女子冷哼一声 说我藏头鹿 那你鬼鬼祟祟又在干什么 你这老东西可不像是天青宗的人 也是趁乱来偷去功法 张秋这一听顿时恼羞成怒准备动手 两人在藏书阁内交战几个回合后 张秋似乎一直占据上风 这时戴面具的女子忽然警告他 老匹夫 你真以为我不是你的对手 要是动静大惊动了天青宗的人 大家都别想好过 见一个小辈竟然敢这样和他说话 张秋心中的怒火实在难以压下去 于是调动灵力准备再次动手 这时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来就来吧 为什么你们每次都要将这里的经书打乱一地 两人立刻大惊赶忙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结果看到的只是一名身着不以手持扫帚的杂役弟子 戴面具的女子顿时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天青宗一个杂役 然而张秋却是一脸紧张地看着眼前的杂役弟子 臭小子 你藏在这里多久了 安景一脸笑意地说道 三年了吧 我还记得这位蒙面女士 上一次来也是这身打扮 第一次翻看的乃是樊极中阶的七星剑举 女子闻眼脸上瞬间冒起了冷汗 这你都知道 紧接着安景又指着张秋说道 还有你 也来过两次 我之前查看过你的腰牌 你是玉河门长老 也算是个大人物 但你却把法觉书册翻得到处都是 为何如此执着于偷盗 见安景一字不差说出事实 张秋只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于是指着安景骂了 一派胡言 羞地污蔑老夫 见着老头不承认 安景随后将他偷盗的过程全数说了出来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三月前 想要直接前往藏金阁第三层 但是被阵法所困 最后在第二层偷没了一本 繁极高阶的无相水局考译 我说的对不对 此话一出这老鼻灯瞬间脸颊冒起了冷汗 这小子怎么会知道这么详细和清楚 于是他开口询问安景 你到底是什么人 安景将扫帚用力朝地上一阵 我就是天青宗的一名杂役弟子 张秋一听这话 嘴角立刻勾起邪魅一笑 一个杂役弟子也敢在我这里打枪拿掉 画霸将周身灵气汇聚在拳头之上 便要朝安景攻去 然而就在他即将靠近安景身前时 一道蓝色灵力汇聚的屏障便挡在了他的跟前 任凭张秋如何用力攻击那道屏障 却无法撼动其一丝一毫 随后嘴尽到砰的一声 张秋的丹田竟然就碎了 他张大嘴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这人是谁 怎么可能这般强大 没等张秋反应过来 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开始了溃散 于是他赶忙大喊道 前辈饶命 但这一切都晚 片刻后他的身体彻底化作一堆尘土 一旁的女子健壮吓得他不敢说话 双腿有些发软的 看着眼前的这名所谓的杂役弟子 安景没有理会他 用扫帚一边扫着地上张秋留下的垃圾 一边骂骂咧咧咧 又是一堆垃圾 女子文言彻底站不住 呼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前辈求求你饶了我吧 安景见此语气温和地说道 我只不过是天青宗的一名杂役弟子 你用不着给我行如此大力 这样我会受不起 一招就秒为玉河门掌往 哪个宗门的杂役弟子这般强大 想到这里他赶忙磕土 前辈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来此地偷法去 求求你大发四杯扰我一命 安景没有再想他 掀起来 我问你 你为何来天青宗藏书阁偷看经书 女子这是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女 前辈是不是只要我说了 你就会放了我 安景见他在和自己讨价还价 于是装作没有听到 继续扫着地上掉落的书籍 无赖的女子只好说出实情 天青宗是玉河一脉最为古老的宗门 传闻天青宗内藏着数十本灵机法 我也是意识起了贼心才潜进来的 安景察觉他没有再说谎 于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随后女子向安景解释道 在这玉河和一脉建立了数十座宗门 其中就包含了天青宗和玉河门在内 天青宗虽然是实力最为低微的存在 但拥有着最为古老的历史 而且宗门内还有着许多高等的功法 我因此就起了贪念 女子说着便对着安景磕了几个小头 小的愿意给前辈做牛做马 只求前辈饶我一命 然而安景却笑了笑告诉他 你走吧 女子浑身发抖难以置信地询问安景 前辈当真愿意放我走 安景没有回他的话 背对着他拿起扫帚打扫的地上散落的灰尘 女子健壮于是小心翼翼地从地上站起 发现安景确实没有领会自己 于是在离开时告诉了安景一个秘密 我来时路过玉和门 听说玉和门少主要与天青宗联姻 借此从天青宗谋取利益 如果天青宗不愿 恐怕这玉和门不会善罢甘休 前辈可要小心 女子修炼高深功法险些走火入魔 这一幕恰巧被一旁的杂役弟子看破 而杂役弟子只是简单地看了功法意 就判断出了陆云儿并不适合修炼这本功法 于是他拿起扫帚便在地上随意地扫了两下 结果直接将险些走火入魔的陆云儿唤醒过来 男人虽只是宗门的杂役弟子 但修炼却早已经超越了宗门老祖 因为他击杀了玉和门的长老 并从他的手里获得了一把零级低阶的飞剑 而他手里恰好有一把零剑中阶的三阳剑 两把剑可以通过系统融合晋升成为高阶零剑 果然在这次融合后安景的三阳剑成功晋升到了高级 接下来就是将他晋升为先级 但这个过程不知道需要耗费多少缓气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来的人是天青宗的外门直视刘瑶 只见他对着屋内喊道 杂役二十七 都日晒三竿了 昨晚你去打狗了吗 还不快滚去给我打扫藏书阁 无赖的安景只能一边打着哈欣一边打扫 藏书阁共有六层 一二三四层放的都是凡级法诀 五六层放的则是零级法诀 陆云儿此时正盘坐在六层修炼法诀 只见他长叹了一口气 我天青宗最高法诀不过零级 但我却无法参悟 无赖的他只好换一本功法继续参悟 这时安景刚好扫到了这里 看到一旁的陆云儿为了参悟功法已是满头大汗 于是他好奇地看了一眼地上的功法 这本功法名叫天一绝 安景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 陆云儿绝对是天青宗最勤奋的人 但奈何这资质太差 而且这本法诀也并不适合他 所以安景故意将灵力外保 随着一鼓伴随着灵力的声响 传入陆云儿的脑海里 下一秒他突然喘又粗气醒不过来 回过神来的他回头一看 发现眼前竟然站着一名杂役弟子 安景见状解释自己是来打扫卫生的 但陆云儿却表示藏书阁的六楼 乃是天青宗的核心 一般弟子都不允许进你 更别提你这个杂役弟子 可下一秒他就想明白了 肯定是因为刘妖偷了 所以才让你来帮他打扫 安景见陆云儿想明白没有再解释 假装说自己扫地的声音太大了 打扰了长老 陆云儿摸着胸口长舒了一口气 方才多亏了你 要是我醒不过来 必然会被反噬受伤 话说完便将功法放回到书架上 显然这次的尝试对陆云儿的打击不行 就连走路时身体都止不住发抖 使我太心急了 近来有摩门帝宗高手杀入山门 又有玉河门的压迫 所以我心乱了 安景在一旁整理着凌乱的书籍 顺便听了听宗门最近遇到的危机 但他可没有打算出手的意思 这时天青宗的广场上突然冒出一道身影 只见他抬头看着天青宗缓缓说道 这就是上古流传的宗门天青宗吗 不知道在这里能否给我带来一丝惊喜 随后男人对着天空喊道 九剑门白戒前来拜访天青宗 天青宗弟子听到此话纷纷遇见朝广场飞去 片刻后广场上便围满了一群弟子 此人是谁 竟敢挑战我天青宗 听说好像是九剑门的白戒 安景一边打扫着广场一边听着周围弟子的议论 他只能无赖地长叹一口气 一会儿又有个忙了 白戒到来的消息很快传入了天青宗宗主而已 陆明只觉心头一己 白戒这个疯子怎么又来了 陆月儿文言寻思着难道是九剑门的那个剑修天才 陆明点了点头 白戒作为九剑门的第一天才 从小便展现了极为惊人的修炼天赋 再加上白藤大力培养 修为更是一日千里 他三年前开始挑战玉衡河一带数十个宗门 历经97次挑战无一败己 所以即便放在整个玉衡河一带都是绝对的超级天才 这时一旁的长老也附和的 此人未来怕是有机会问顶 第四境前途无量 而且此子天资聪额 据说已经摸到了第三境的门槛 我宗内弟子怕是含有敌手 现在该如何是好 陆明此刻一脸怒意 既然他已经到了 那我们就出去迎接此人好了 紧接着陆明便带着一群长老走出来 白剑礼貌性的行了一礼 九剑门白剑拜见天青宗诸位前辈 陆明此刻脸上挤出一抹笑意 不愧是九剑门的天之骄子 远道而来不如先到宗内喝杯茶水入国 然而白剑丝毫不给陆明面子就拒绝了 在下今日来天青宗的目的 想必前辈已经知晓了 陆明捋了捋胡子 你是来挑战的吧 白剑解释道 听闻天青宗乃是上古遗珠 门内的天青剑爵属于灵极法爵 生生不息如滚滚江河轻漏而下 而且听说天青宗的少门主陆云儿 正是主修天青剑军 我今日倒想领教一番 陆云儿自知不是其对手 于是说自己已经晋升为长王 恐怕不能和阁下比试 白剑摆了白手 没关系 等你们天青宗所有弟子都败了 我自然就可以挑战你了 男人号称玉衡和一代的第一天才 曾一连挑战数十个宗门栗战 九十七场不一败截 然而当他狂妄地准备挑战最远古的天青宗时 竟然被一名杂役弟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男人名叫白剑 是九剑门门主白童的儿子 此人狂妄至极 刚抵达天青宗便扬言要击败天青宗的所有弟子 此话一出 瞬间就点燃了天青宗弟子心中的怒 此人当真狂妄 完全不把我天青宗弟子放在眼里 这时终于是有弟子忍不住 当即向宗主请示要去会议会这所谓的第一天才 陆明见状欣慰地点了点头 不错 不过你也得多加小心 随即那名弟子便缓缓从人群中走不出来 天青宗鱼羊请赐教 白剑不屑一笑 九剑门白剑 以单挺肥的 鱼羊没有理会白剑的话 深吸了一口气后让白剑拔剑 然而白剑却是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对付你 我不用拔剑 这顿时气得鱼羊脸上轻轻爆起 好生狂妄 画霸立刻从掌心中拔出自己的灵剑 双脚猛然一踏遍 持剑持奔白剑而去 白剑没有躲闪的意思 将灵力缓缓汇聚在拳头之上 在鱼羊的剑即将靠近他时 左手用剑柄轻松挑开鱼羊的灵剑 右手的拳头已然是来到了他的脸床 白剑脸上露出一副失望的神情 然后猛然一拳就将鱼羊轰得倒飞出去数米 你们太弱了 真是让我很失望 虽然这话确实狂妄自大 但整个天青宗却没有一个人敢出言反驳 这白剑实在太强了 不愧是九剑门百年难得一遇的第一天才 如此看来我天青宗怕是无人能与之品仪 这时陆云儿无赖地走了出来 让我来吧 陆明知晓自己的女儿定然不是白剑对手 于是赶忙将陆云儿拦了下来 可陆云儿却表示 白剑能一击击败于阳 其他人上去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只有我去了才有机会击败他 话把他便在众人的注视下朝白剑走去 白剑咧嘴一笑 这样就对了 让我来见识一下上古宗门的风采 陆云儿皱起眉头换出自己的灵剑 抬手一指将自身灵力注入剑身 白剑此点了点头 果然有些实力 比之前那个叫啥的强了不少 于阳听到此话 顶着补起大包的脸 祸口骂道 可恶的家伙 我叫于阳 与此同时陆云儿一跃而起朝白剑挥出一剑 白剑握紧拳头没有多傻的意思 拳风化作一道钢气蒙 对上陆云儿的剑气 双方交战几个回合后 陆云儿咬紧牙关吐出几字 你还不打算拔剑吗 华爸直接朝白剑推出适时到剑气 白剑剑子 来回躲不躲避陆云儿的剑气 但他还是过于小看了对方 被最后几道剑气 险些轰得到飞了出去 然而白剑却不露反效 很好 你值得我出剑 陆云儿没有理会他 身形猛然一跃而下潮气刺去 可就在他的剑即将抵达白剑胸前时 去被对方抬手一剑接下 任凭陆云儿如何用力 依旧无法再向前一丝一毫 白剑也借此拔出自己的灵剑 顺势一击挥向陆云儿 在白剑拔出剑的那一刻 陆云儿就再也没法占据上风 白剑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 太慢了 华爸立刻将灵力注入灵剑 随即软然一剑劈向陆云儿 陆云儿立刻推出数十道剑气 以及对拼 但却根本完不住白剑的攻击 看着逐渐朝自己逼来的剑气 他才意识到原来白剑真如传闻的那样强 于是赶忙将剑横于胸前试图抵挡 然而当白剑的攻击落到陆云儿的灵剑上时 下一秒剑身就开始出现了裂门 只听到砰的一声 陆云儿的灵剑就断成了两半 他脸色极为难看的看着手中的灵剑 竟然断了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拖着发颤的身体喊道 我还没有输 再来 陆云剑状无赖的叹了一口气 够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 白剑这时嘲讽说道 真不过瘾 我还没有用力陆长老怎么就输了 随即又将目光落到陆云身上 天青宗 再敢口出狂言就别怪我们一起出事 白剑剑刺打了白手 开个玩笑罢了 诸位竟还当真了 话说完便遇见飞去 临走时还做出一副失望的表情 诚信而来拜信而归 深夜 出了天青宗的白剑躺在地上自言自语道 玉河门掌门骗我 说什么天青宗有天才 没想到竞权是一群废物 等我再修炼个数年 就可以挑战天青宗掌门了 到时候让他们把手里的天青剑爵拿来我看看 就在这时 林子里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是吗 白剑被吓了一跳 立刻从地上站了起来 是谁 马上给小游我滚出来 安景闻言呵呵一笑 随后拉了拉哭腰带缓缓从林子里走了 宗门杂役弟子只是简单地挥出一剑 不仅吓得号称玉衡和一代的第一天才双腿发颤 就连数里之外的宗主陆明看到那股气势都以为是剑先出手 殊不知弄出如此阵仗的人 竟是在他们藏书阁扫了三年地的杂役弟子 由于白剑击败了天青宗的陆鱼儿 安景察觉到他身上带有灵机法局 于是悄悄地跟着他来到林子里 当白剑发现安景一直在暗中观察自己时 他赶忙指着安景询问道 你是何人 因为他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此人竟能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身边 恐怕不会简单 安景则是表示到自己是谁并不重要 主要是来找他练练使 说着瞬间将自身的灵力悉数外放 然后让白剑将自己手里的剑绝留下来 白剑剑撞赶忙抬手扑在胸前 很好 没想到天青宗弟子中竟还隐藏着你这一号人物 你比那个陆鱼儿看上去强了不舍 画霸身形迅速暴退数十步 手中的剑已然是拔了出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实力 随即双脚猛然一踏持剑朝安景刺去 九剑秘书斗自命 然而面对白剑的攻击 安景仅是用了两根手指就轻松将他的剑气接了下来 白剑脸上瞬间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 安景双指轻轻用力就击碎了白剑的剑气 眼神略带嘲讽地看了他一眼 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剑 未免也太慢了 听到此话 白剑顿时被气得轻轻爆起 九剑秘书者自命 这招相当厉害 一剑挥出周围树木都被其切成了两段 然而安景依旧是不屑地笑笑 抬手在自己身前一回 下一秒他的周围就凝聚出一道蓝色屏障 当白剑的剑气落到那道屏障上时 瞬间就被击破 这一幕让他脸上不由地冒起了冷汗 于是赶忙调动身形后退数十步 安景见状抬手一息 竟直接将白剑手中的灵剑给夺了过来 随即将自己的灵力注入灵剑缓缓说道 你又弱又慢 看我一剑 紧接着便看到一道剑气猛然冲破天界 白剑瞪大眼睛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天竟然都被照亮 与此同时 天青宗大殿内一群人正在商讨着白剑击败陆云儿的事 这时陆明才突然发现陆云儿不见了 一旁的刘瑶解释在和白剑比试完后 陆云儿就不知道去哪里 陆明文言无赖地叹了一口气 这白剑确实了得 若是我天青宗也有这样的弟子就好了 希望云儿能从这次打击中尽快恢复过来 周围弟子听到此话 脸上的羞愧之色简直难以言表 这时宗门外的那道剑气突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刘瑶一阵大惊 那是什么 难道是魔门帝宗的人又杀过来 于是所有人都纷纷冲到广场想要一探究竟 一些弟子惶恐地指着天空说道 快看 天空都被照亮 陆明也是被这一幕吓到 这是剑光 好强 这等气势恐怕是有剑先出手 很快安景的那道剑光就引起了天青宗所有人的注意 无数宗门弟子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 而直面安景剑光的白剑早已经吓得不敢动他 他知道要是安景的那一剑挥下来 怕是自己老爹来了都得跪下 但安景显然没有这么做 随即便将这道剑气收了起 白剑健壮不由地咽下一口口水 目光来回在安景身上扫尸着 此人绝对是一名剑先 得知这一信息 他赶忙将身上的九剑秘书朝安景扔去 安景看着眼前的秘籍和零剑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两件东西就当是买你命的代价 白剑对此自然无话可说 但他心中依旧有个疑问 不知前辈是否是这天青宗的弟子 安景没有直接回答他 滚吧 以后做人记得低调点 白剑文言赶忙拱手行了一礼 是前辈 临走时不忘回头再看安景意 玉和门门主果然没有骗我 这天青宗果然有影视高人 而且还是一位绝世剑先 白剑走后 安景拿着他秘籍在林子里研究了一页 随后他取出零剑和那本秘籍无赖说道 蚊子在小也是肉 紧接着系统跳出提示 零级高阶的法器三阳剑还需一百点零力可升级 是否融合零级低阶飞剑 零级高阶鬼谷剑诀还需十点零力可升级 是否融合零级中阶九剑秘书 安景毫不犹豫就选择融合 随着白剑的低阶零剑和中阶九剑秘书 融合到三阳剑和鬼谷剑诀中 三阳剑成功距离仙级更近了一步 而鬼谷剑诀更是一举晋升到了仙级层次 安景看着系统上的提示 现在他只剩一门零级中阶的大罗兴法 得想办法也将他晋升到仙级 而白剑挑战天青宗失败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玉衡河流域 这也瞬间成为了无数人 茶余饭后所讨论的话题 听说那白剑挑战天青宗竟然败备 此事可当真 那白剑可是一连挑战 七大宗门无意败祭的妖孽见到天才 白剑怎么可能会败 是谁羁绊了 难道是天青宗掌门亲自出手 一时间整个茶馆开始众说纷纭 这时送茶的小儿缓缓说的 据白剑回到九剑门亲自说 好像是天青宗一位年轻弟子羁绊了他 此话一出 瞬间让整个茶馆沸腾了起来 男人做梦也没能想到 号称不败神话的自己 竟然输给了天青宗一位杂役弟子 而他落败的消息 很快便传遍了整个玉衡河流域 无数宗门弟子 开始揣测击败白剑的人会是谁 一直与天青宗作对的玉衡门 此时也被惊动 通过调查确认白剑 确实是败在了天青宗的一位年轻弟子手里 玉衡门少门主唐文峰对此事做出猜测 他怀疑天青宗之前很有可能一直在藏桌 但他的父亲却是不以为然 因为他觉得即便天青宗再强 也不可能强迫摩门帝宗 而他们背后所依靠的势力正是摩门帝宗 所以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帮助摩门帝宗找到一个叫安景的人 借此机会 他们就能趁机盗取天青宗的天青心法 唐文峰心中很是疑惑 他很想知道安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竟然让摩门帝宗的人一心想要找到他 唐白秋其实也不清楚 他只知道此人好像和摩门帝宗有关系 此话一出 唐文峰瞬间就坐不住 此人不是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坐话吗 这所谓的摩后 其实就是三百多年前整个摩门的第一高手 而且整个摩门的天地人三宗都是由他统领 那时的摩门如日中天一时无两 听说他每次出现都戴着一个面具 没人见过他的真正面目 一些人猜测说他长得丑陋无比 所以才戴着面具掩盖面容 唐白秋听到此话敢忙让自己儿子住嘴 他们可不敢过多的去打听摩门帝宗的事 现在首要做的是获得天青宗的天青心 另一边 天青宗的意识殿内已然是坐满 陆明对着在场的人缓缓说道 白界被击败的是你们都听说了吧 宗门长老相互看了一眼对方后 纷纷点头表示知想了此事 陆明询问在场的所有长老 传闻击败白界的人乃是我天青宗的弟子 你们觉得会是何人所谓 陆云儿这时起身表示道 那日我天青宗弟子都在观战 应该不会有人半路在和白界交手 与此同时另一名长老也起身附和道 陆长老所言不错 若我天青宗真有这么厉害的弟子 我们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接着陆云儿又寻思着 会不会是那出手的弟子在不意隐藏实力 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一些长老给否决了 他们不认为天青宗会有这种妖孽般的天才存在 最有可能就是白界太过张狂招惹了到了什么敌人 而那人又不想暴露身份 所以才借助天青宗的身份来对付他 陆明现在只感觉一阵头疼 前几日有神秘人对魔门地中出手 直到现在也没有查清楚 说不一定这两件事都是一人所为 于是他对着在场的所有长老吩咐的 都给我去查一查 当时有哪些弟子不在场 刘瑶闻言立刻上前询问道 掌门 不知这杂役弟子需不需要也查一下 陆明则是表示杂役弟子就不用查了 因为他觉得杂役弟子要么资质太差 要么就是未曾修炼过的普通人 刘瑶听后也觉得有道理 他也不认为杂役弟子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没能想明白一切的陆云尔独自来到河边 他其实很希望那个传闻是真的 这样自己的宗能就拥有了一位极致天赋的弟子 但转面一想他又觉得此事不大 毕竟拥有这样天赋的弟子 又怎么可能是他们天青宗能培养出来 而且即便是有估计早就已经被他们发现了 这时几下扫地的声音传入了陆云尔的耳朵里 他赶忙回头一看 发现竟是之前在藏书阁遇到的那名杂役弟子 于是他好奇地询问道 这里是你负责打扫的吗 安景文言抬头望去 随即解释自己已经在这里打扫了一个时辰 并且除了这里之外 藏书阁 后山以及后院都是他一个人在打扫 陆云尔听到安景已经在这里打扫了一个时辰顿时一惊 心中暗想自己未免也太粗心了吧 身旁多了一个在这里打扫了一个时辰的人 我竟然都毫无察觉 随即双脚猛然一踏来到安景身旁 你在天青宗当了三年的杂役弟子 我和刘长老说一声 让他提拔你为天青宗的记名弟子可好 安景文言赶忙表示自己修为不够 不能破坏了门内的规矩 而所谓的修为在这个修仙世界公分为九大境界 只有步入第一境界皇庭筑基才算是正式进入修炼 那样才能成为天青宗的弟子 这也是天青宗的规矩 陆云尔借安景心境平和不争不强 他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我若是也能像你这般没有烦恼该多好 这时安景想起了自己刚来到这个世界时的惨状 他才进入天青宗就经常被同门师兄踩在脚下羞辱 所以他会时常跑到宗门后山做着发呆 直到那天陆云尔的出现 是他主动和安景打了招 虽然一开始让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但陆云尔却一直告诉安景 让他以后将天青宗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 并且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都可以来找自己 想到这些安景于是询问陆云尔 陆师姐是在想和白界对战的事 陆云尔则是表示自己一直在想是谁击败的白界 安景不做一番思考 我觉得那人一定长得很丑 要不然怎么会背着人做事 陆云尔这一听赶忙让安景打住 师弟你可别胡说 那人修为在我之上 若是让人家听到了就不好 安景文言忍不住笑笑 师姐放心 她不会在意 这时陆云尔突然意味深长地说道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魔门帝宗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天青宗所要那个叫安景人 安景一听对方找的人竟是自己 心中顿感一阵无语 男人被封印在地底岩浆世界三百多年 如今他终于等来了一位 可以为他提供血肉的少女 为此男人狂笑不止 因为他觉得以自己第五境的实力 只要吞噬完那名少年的血肉 定然可以冲破此地的封印逃出去 就在他得意的发动邪物去攻击安景时 那些邪物竟被安景随意一掌 就拍得神魂俱灭 原来就在刚刚 安景从陆云尔口中得知 魔门帝宗的人一直在寻找自己 他其实也感到很无赖 因为他也不知道 为何魔门帝宗的人执意要找自己 而且他更不想在这个危险的世界 暴露自己身份 这时陆云尔突然开口询问安景 如果魔门帝宗的人杀入天青宗 你该怎么办 安景拍了拍胸 请师姐放心 为了这个家 我一定奋力反抗抵抗魔门 此话一出顿时引得陆云尔一阵大笑 还请师弟放心 我们还不至于让一个杂役弟子去对抗魔门 这时陆云尔突然想起 虽然和安景相识了三年 但却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 安景黑黑一笑 如果我说我叫安景你会相信吗 陆云尔这一听突然皱起了眉头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很目内的人 没想到你还会开玩笑 人家魔门帝宗找的安景肯定是什么大人 幼且会是你这小杂役 安景心中早就知道陆云尔不会相信自己所说的 于是便让他换自己为二十七 深夜 安景独自一人来到造房打扫卫生 他其实也搞不明白 为何魔门帝宗的人要一直寻找自己 想不明白的 他随即将手伸进了一口锅里 这里面放着的赫然是一些天才地理 不过就是品质有点低 安景拿起一块食材正欲养下去 突然门外响起了咯吱咯吱的声音 于是他赶忙躲到岩壁后面查看情况 通过神识感应他知道了来人的身份 所以只能无赖地先将手里的食材放回去 片刻后刘瑶一脸兴奋地推开造房的大门 然后捏手捏脚地朝那拨食材走去 只见他眼冒金光地看着眼前的蒸笼 然后摩拳擦掌自言自语一番 小宝贝们等着我宠幸你们了 安景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只能无赖地长叹一口气 因为他知道这女人每次偷吃完都不会打死 第二天还要对着自己劈头盖脸臭骂一顿 接着刘瑶掀开蒸笼的袋子 发现里面还有留着一些食材和一枚猪 可他却丝毫没有注意到猪果上面存有的牙印 于是傻拉巴唧地就将那枚只有十年份的猪果拿了出来 随即一口咬下去 入口即化 头齿生惊 简直是人间美味 安景听到此话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女人果真是一个吃虎 就在安景寻思着这女人啥时候走时 他身后突然亮起了一道光圈 安景回头一看 赫然发现这里竟然被人布下了一个阵法 紧接着一道蓝光从她的脚下升起 阵法竟然自己发动 而且看样子好像还是一个传送阵 不如其来的异动引起了刘瑶的察觉 于是他赶忙来到安景先前站的地 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地底岩浆上设有一座机台 机台上插着六根石柱 其中一根石柱上有一个被铁链和扶转所困住的男人 只见他嘴角勾起邪魅一笑 太好 终于有人进入境地了 老子在这里等了三百年了 终于是有人来了 男人使劲摆动身子 天青子你困了我三百多年 只要让我吸取一些现实 我就能冲破这里的阵法 以我第五境的实力 玉衡河一带又有哪个棕门是我的对手 这时安景也通过传送阵来到这里 他朝着四周看了看 发现这地方他并不熟悉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吃了它 安景抬头望去 只见无数怨灵症兴奋地朝他飞来 好新鲜的食物 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年轻的面 安景见此不由地蹴了蹴眉 接着就有一只恶灵猛然朝安景冲群 结果下一秒竟被他抬手一挥 将其拍的神魂距离 其他恶灵健壮顿时被惊掉了下巴 尼玛 这是什么情况 你小子到底是何人 安景没有回答 随手一拍便又干掉一只恶灵 接着一脸不赖烦地询问道 这里是什么地点 恶灵这一听突然大笑起 小子你不知道这个地方竟然还敢闯进 那你就死在这里 然而恶灵话刚说出口 他们眼前突然就冒出一只金光巨石 这一幕让他们顿时大惊 因为他们不明白 看似如此弱小的一个人 竟然有这样恐怖的实力 不过现在已经晚了 安景用灵力画作的巨手猛然拍下 下一秒那些恶灵就此生死到消 将恶灵悉数消灭之后 安景发现了这个地方似乎有点不同寻常 不仅有怨灵甚至还有很重的邪气 另一边 天青宗的祖师堂内 宗主陆明正带着陆云儿祭拜自家的老祖宗 希望天青宗的列位祖师们可以保佑天青宗 陆明和陆云儿对着背牌三跪九拜之后 便准备将手里的香叉到香炉上 却突然发现正中央的那块牌位上 冒起了一团死气 两人见状皆是一惊 但陆云儿显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旁的陆明确实被吓得大叫起来 大势不衡 这是邪气 禁地出世了 来人是存活了三百多年的老怪物 同时也是邪恶至极的魔道邪修 三百年前曾一人险些灭了 玉衡和一带的无数宗门 幸得天青宗的祖师出手 以身死到稍微代甲 才将其封印在这地底岩浆之中 从此这片区域也被天青宗世代 奉为禁地 但如今禁地却突然发生异动 与禁地相连的一块祖师牌位上 冒出了一团邪气 天青宗宗主陆明见此顿世大惊 因为这意味着禁地很可能出世 一旁的陆云儿有些不知所措 陆明为此解释道 禁地里面有一位被天青宗祖师 所封印的魔道邪修 根据古籍记载 此人早在三百年前 就已经达到了第四境的实力 陆云儿此时已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陆明顾不得多想就要冲出祖师堂 因为他现在必须要去禁地看看 否则一旦那个魔头脱困整个天青宗就了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安景正左部右盼地往禁地中心走 他越往深处走 发现这地方的邪气就越重 抬头一看他顿然一惊 因为他看到远处祭台上有个被铁链绑住的男人 接着无数怨灵咆哮着向他冲来 新鲜的血肉 我要吃了他 安景没有一丝惧怕 抬手像是拍苍蝇一样 就将飘过来的怨灵拍得神魂俱灭 见此一幕剩下的怨灵立刻掉头就跑 这血肉是谁 简直太可怕了 天青宗不是早就没落了 竟还存在着这样的高手 而那被困在石柱上的魔头 此时已被气得咬牙切齿 好想已经还有点实力 安景文言将目光落到那被困的男人身上 你是何人 男人脸上露出一亩邪笑 我叫做邪元 这个名字安景极为熟悉 因为天青宗的古籍中记载 此人是三百年前玉衡和一代的爵士邪修 而他专门以吸取他人修为修炼 实力更是高深莫测 想不到造坊竟然有连接禁地的阵法 让我误闯进来 邪元见安景竟知道自己名字更加得意 没想到我被困了这么多年 居然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安景面带笑意大步朝邪元走去 你被困三百年都没有化成灰 看来应该达到了第四境阴阴阳交汇 在九大境界的第四境阴阴阳交汇 又被称之为圣人境 达到这一境界受缘千年 生死无常 法术通玄 尾神必义 此境界的修饰一出手 山崩地裂 一人便可敌一搏 邪元这一听瞬间面露凶狠地叹着安景 小子说得不错 你难道不怕吗 安景黑黑一笑 我为什么要怕 邪元伸出舌头在嘴边一舔 三百年前你们天青宗祖师也是第四境 他为封印我不惜生死到消 安景指着邪元身后的石柱不屑说道 得意什么 你现在不是还被封印着 邪元文言一阵狂笑 原来如此 你是因为这封印的存在才如此有事无 那我不妨告诉 随着三百年的岁月流逝 这封印已经逐渐破碎 如今我的实力已经恢复了两成 只要吸食了你的血肉 我就能立刻破开封印逃出去 安景为邪元的幻想不由拍手叫好 我说你咋这么高兴 原来是因为这个 邪元此刻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依旧得意的自言自语 但我破开封印 只需再修炼个十年 不仅可恢复以往的实力 甚至有机会冲击第五境界 我要图了这个天青宗 不 是整个玉衡和刘玉 怎么样 你怕了吧 安景一脸淡定的看着他 不怕 邪元瞬间恼羞成怒 你小子是白痴吗 难道你一点都不怕死 不仅你会死 整个天青宗的人都会死你知道吗 安景一阵摇头说道 你在讲笑话吗 邪元一听这话瞬间面露凶光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这是不是笑 画霸猛然释放出一道邪气朝安景攻去 安景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的看着邪气朝自己重来 邪元却是哈哈一阵大笑起来 蓝色护罩将邪气挡下 见此一幕邪元彻底被激怒 好小子 原来还真有一些实力 说罢再次释放几道邪气朝安景冲去 安景见状依旧没有躲闪的意思 只是将灵力外放形成护罩 就挡下所有的邪气 邪元此刻被气得咬牙切齿 如果你觉得这样就能抵挡住 未免有些太天真了 说着用手用力拽了一下身后的铁链 随即一根石柱硬生生被他拽着拔地而起 接着双手拉着铁链在头顶绕了一圈后 朝安景扔去 嘴中还不断喃喃自语道 小子你这次死定了 安景看到朝自己飞来的石柱 抬手向前轻轻挥出一道剑气 当剑气与石柱相撞的那一刻 瞬间就将飞来的石柱轰得四分五裂 接着安景便缓步朝邪元走去 这就是你的实力 邪元难以置信看着自己双手 要不是这封印的存在 我又怎会只能发挥二成的实力 可紧接着安景的话却让他坐立难安 我连一成实力都没有用到 邪元惶恐地看着眼睛的少年 你到底是何人 安景抱着双手一脸笑意地说道 我只是天青宗的一个杂役弟子罢 这是少年第一次选择把劲 结果却一箭斩杀了 被封印了三百多年的老怪物 而他的身份竟然只是宗门的一名杂役弟子 因为打扫造房才意外闯进这处境地 一开始境地内的无数怨灵都想将他当作了食物 如今却只能瑟瑟发抖看着他的背影 这人到底是谁 难道天青宗在数百年后又出了一位爵士天才 而作为大魔头的邪元得知安景是一名普通的杂役弟子 他说什么都不会相信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你绝对不可能是一名杂役弟子 安景耸了耸肩依旧表示道 我就是一名杂役弟子 邪元被气得嘴角发颤 双脚猛然一踏手指朝天一指 顿时一股黑色旋风从他头顶升起 与此同时周围的无数怨灵也被那股邪风吸了进去 邪元像是发疯似的对着天空嘶吼 都成为我的力量 安景看到这一幕略做思索 竟然能吸收周围的怨灵来壮大自己 有点意思 怨灵被悉数吸收后 邪元实力瞬间暴增 接着周围的石柱硬生生被他拽着拔地而起 原本我想过两年再吸收他们 这样我就能勉强恢复七八成的实力 到时候就可以挣脱这些枷锁 但现在有了你的血肉 让我提前挣脱枷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安景文言却是一阵点头 提前死和在这个地方多活三年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邪元恼羞成怒朝安景一整拍去 牙尖嘴利的响 今天你的血肉本作药 画霸数根石柱朝着安景攻杀而去 安景丝毫不必将自己的零剑拔了出来 双手握住剑柄用力挥出一剑 顷刻间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飞来的石柱劈碎 而且那道剑气依旧没有衰减的意思直奔邪元而去 邪元见此暗叫一声不好 于是赶忙身形向上一跃避开那道剑气 接着安景用力一塌 整座剑台下岩浆瞬间蹦射而起 顺势挥出一剑斩向邪元 邪元顾不得多想掉头就跑 此人比我预想的还要厉害许多 见邪元想逃 安景嘴角勾起邪魅一笑 抬手一跪又是一道剑气朝邪元劈拳 邪元面露惊恐回头一看 接着安景的剑气就已然来到了他的跟前 于是他赶忙张口大喊 饶我一命 我愿给你做牛做马 但安景可没想就此放了他 看着那直奔邪元而起的剑气 安景不由说了一句 你水平不过如此 与此同时陆明和陆云儿匆忙赶到了这 他们刚到禁地入口 便听到里面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 完了 如此大的动静 这第四境的魔头难道要出事了吗 到时候不仅我天青要复灭 整个玉衡河一带都有危险 陆云儿满头大汗的看向天空 这第四境的魔头 威势镜这么大了 就在这时 禁地内突然发出剧烈的爆炸 无数火星墨子从洞口内迸射出来 陆明和陆云儿见此立刻抬手 顾在身前 接着邪元下半身 拖着一团火焰冲了出来 嘴中还不断祈求道 前辈饶我一命 陆明和陆云儿皆是一惊 抬头一看却并未发现任何东西 陆云儿寻思着先前那叫声 难道就是来自邪魔 陆明有些不确定地点了点头 陆云儿接着说道 我刚听到那个邪魔好像在喊救命 陆明捋捋了胡子 我也听到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缘由 随即陆云儿突然兴奋地大喊起来 一定是有人在暗中保护我们天青宗 陆明这一听顿时感到毛骨悚然 因为不论是击退魔门还是打败改剑 或者是镇压第四境的邪魔 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这时陆云儿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父亲 这个人越来越神秘了 你有没有他的线索 陆明一阵无赖 他可是把能想到的人全想一遍 但依旧不知道此人是谁 而且此人极为强大 对天青宗也没有一点恶意 想不明白的陆明随即常叹一口气 此人一直都不愿意现身 我们也抢求不得 否则难免招惹他不快 陆云儿明白自己父亲心中的顾虑 但却忍不住开始想象此人的模样 接着陆明轻咳嗽两声 幸得前辈在此 这才让我们度过了一场巨大危机 话说完便匆匆带着陆云儿离开了这 与此同时的禁地之内 安景正站在祭台上四处打量着 他踏上一个台阶 眼前的一幕突然让他眼前一亮 因为他在一块诗台上看到了好几本秘籍 安景于是拿起其中一本查看了一下 这竟然是一本名叫听海爵的灵极中阶心法 要知道安景可是在藏书阁扫第三年 所看过的心法中都没达到灵极的 但在这里随意拿起的一本就达到了灵极中阶 接着他又看了看剩下的几本 发现这些书籍竟然全是灵极心法 甚至还有这更高级别的 这让安景想到了一种可能 这些应该都是天青宗遗失的心法 毕竟天青宗作为玉衡和一代最古老的宗门 实力无庸置疑 只是不知为何宗门心法会遗失 这才导致天青宗一落千丈 然后又受到各方势力打压欺凌 门内弟子更是接连被人阻杀 才有了如今的这个局面 如今安景正缺心法 如果能将这些心法都融合到大罗心法之中 说不一定能够使大罗心法晋升到先级 随即万物融合系统跳出 安景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接着一口气将这里的所有心法 都融合到大罗心法之中 结果和他料想的一样 大罗心法成功晋升到先级低阶 融合完后安景并没有着急离开这里 反而是坐在这里修炼起了刚晋升的大罗心法 接着六道红光突然从禁地内冲天而起 这一幕瞬间就惊动了天青宗的无数弟子 快看 那是天地异象 有些弟子甚至开始揣测 会不会是什么奇珍异宝出世 亦或者是某个祖师留下的法系 殊不知这其实都是安景修炼时引动的天地异象 由于大罗心法晋升到先级 安景的修炼速度直接被提升了十倍 按照这种修炼下去 他对不久后将要面对的大劫也有了一些信心 第二天清晨 宗门杂役弟子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昨夜的意义 一些人猜测是法器将士 而且很可能是达到了灵级高级 安景四处听着他们的议论 暗想自己不就是融合了一本先级心法 怎么还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这时刘瑶那女人一脸怒气地走得出来 你们都给我老实站好 既然人都到齐了 你们都给我听好 昨夜陆长老的诸葛被偷 是那个无耻小贼快给我站出来 安景简直一阵无语 这女人贼喊捉贼 自己不就是那个无耻小贼吗 男人明明是宗门最强的弟子 但却甘愿隐藏实力当了三年的杂役 每天不仅要忍受别人的臭骂 甚至还成了出了名的背锅侠 由于昨夜宗门造房内正主着的灵果被偷 外门直视刘瑶一大早便将所有杂役弟子召集了起 接着就指着安景询问道 二十七你昨夜去哪里 安景拱手表示昨夜自己在睡觉 这可让刘瑶逮到了机会 你可有人证 安景知道自己又要背黑多了 于是只能摇头说没有 此话一出 刘瑶立刻指着安景破口大骂 你平日好吃懒做 这猪果是不是你偷吃的 安景一听这话直接想一巴掌胎死自己 暗想自己明明干着最累的活 结果却被这女人说成好吃懒做 接着刘瑶便看向一旁的陆云儿 陆师姐 如此珍惜的天才地宝 放在造房难免会被小老鼠偷吃 我看这二十七也是出犯 要不要原谅他这一次 安景此刻彻底无语 敢忙解释自己并没有 虽然自己平日里确实会偷吃 但昨晚是真的没有吃到 可刘瑶丝毫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弟子 你可知道切宗门财物那可是犯了门规 还敢狡辩小心你的皮 陆云儿被刘瑶一阵忽悠 于是摆了白手表示道 宗门弟子吃了就吃了 下次别再犯了就是 刘瑶闻言长输了一口气 暗想还好有着二十七背锅 接着指着安景吼道 要一脸得意的看向他 你还愣着干嘛 无赖的安景硬着头皮将这黑锅背下去 毕竟对他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与此同时 昨夜仙级心法引动了天地 一向恰巧被一群黑衣人看到 玉和门门主一脸震惊 这难道是秘宝出世 但摩门帝宗的大长老莫天行却摇了摇头 这并非秘宝 玉和门门主文言赶忙询问的 莫长老难道知行 莫天行随即解释道 这是仙法问世 也只有仙级法觉才会显现六道仙光 一旁的唐门峰听到仙级法觉顿时大惊 那竟是仙级法觉 玉和门门主对仙级法觉自然有些了解 传门修炼仙级法觉 心法之人修炼的速度是零级法觉的十倍 但在整个玉和刘玉并没有听说过 哪个宗门拥有仙级法觉 这是莫天行看着远处的红光 喃喃自语道 在我们摩门帝宗仙级法觉也是不多见 传闻九道红光围绕乃是神级法觉 唐门峰彻底站不住 这世界真有神级法觉吗 莫天行见唐门峰激动成那样 于是出言告诫他 这神级法觉别说是女人 就连我也未曾见到 唐秋白明白了莫天行话里的意思 所以像神级法觉这种天赐之物 他可不敢要 只要这次杀入天青宗可以抢到仙级法觉 那也足够壮大他们玉和门了 莫天行看着远处的六道红光 则则称赞的 不愧是玉衡和一代最古老的宗门 真是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不过也只有这样人节地灵之地 才有魔后要找之人 唐门峰这一听立刻拱手表示道 还请莫长老放心 此次就算是翻了这天青宗 我等也会找到那个安景 莫天行拍了拍他的肩膀 而等要是找到安景 到时候摩门帝宗会在西域大笔上 照顾你们一二 这个大笔让唐门峰很高兴 于是连忙拱手对着莫天行道谢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安景被刘瑶带到了管事房 二十七 你小子可以啊 连陆长老的东西你都敢偷吃 说话间还用一种得逞的表情 看着安景 安景知道是他偷吃了东西 于是解释说自己没有偷吃 刘瑶得意一笑 你还敢嘴一笔 算了算了 我也带了你三年 这件事情你就帮你顶着吧 话虽这般说 其实他心中确实在偷笑 这二十七看着傻乎乎的 用来背锅最合适不过了 安景着实也没有想到 这女人竟然这般无耻 可紧接着刘瑶的话 才让安景见识到了何为不要理 你小子难道不感谢我帮你说话 安景双手摊开 弟子身无分文 不知如何感谢 随即刘瑶伸出手 对着安景勾了勾 你过来给我锤锤尖 最近吃的有点多 身子有些乏 安景按照吩咐走了过去 然后将手放到刘瑶身上 缓缓地围着 力度刚刚好 刘瑶舒服得一阵心花怒放 以后你就跟着我混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本长老带你吃香喝辣不在话下 刘瑶的话让安景差点破口大骂 暗想自己不跟着他 照样可以吃香喝辣 但还是开口表示他说的不错 就在这时 天青宗广场突然传出了紧急信号 安景忽然一惊 这是什么情况 刘瑶下意识地站起身来 不好 是大殿那边出事 话罢便匆匆遇见朝大殿飞去 与此同时一群黑衣人 正不断地往天青宗广场上 玉河门门主此时也来到这里 天青宗的弟子健壮顿时大惊 你们是何人 竟敢擅闯我天青宗 唐秋白咧嘴一笑 让陆明出来 你们还没有资格与我说话 说吧抬手就是一指 下一秒 直接将天青宗的移动建筑工程机子 广场上的弟子看到这一幕脸色大变 此人是谁 好恐怖的实力 这是一道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 唐秋白 来人正是天青宗的掌门陆明 唐秋白露出一母邪笑 陆掌门许久不见了 接着陆云儿也被唐文峰注意到了 果然如传闻般国色添香 若是天青宗答应了也是一件美事 陆明被气得咬牙切齿询问道 唐掌门你怕是来者不善吧 唐秋白一脸坏笑 果然自然是为了喜事 怎么会来者不善呢 我家风儿一直仰慕天青宗的陆长老 唐某此次前来是为了向天青宗陆长老提亲的 陆云儿文言心头一紧看向唐文峰 发现此人正一脸色相地打量着自己 这时宗门弟子接连站了出来 这绝对不行 一旦同意那不是等于将陆长老送入谷口吗 陆明被气得火冒三丈 此事非同小可 还请唐掌门让我撕桌撕桌 唐秋白摆了白手表示道 陆长门尽管去思考 我们在这里等着就是 陆明文言眉头一皱 这似乎有些不妥吧 可唐秋白却以威胁的话语解释道 我只要一个答复 希望陆长老不要让我等失望才是 陆云儿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几人 但却是不敢多说一句话 而陆明也只能咬了咬牙说道 小女无才无德 怕是配不上唐少宗主 此话一出唐秋白脸色瞬间骤变 看来是陆掌门看不起我裕和门了 陆明还想着再和他扯上一扯 结果唐秋白竟直接给他扣上一顶帽子 好你的陆老头 尊明就是你看不上我家疯儿 陆明这下算是明白了 这老东西今日就是跑来闹事的 然而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唐秋白率先一跃而起朝他冲来 这是两大顶级宗门之间的大战 当裕和门门主对上天青宗掌门到底熟强熟弱 唐秋白率先出手朝陆明冲去 但却被陆明一把拦了下来 你们都退会 今日这唐秋白是有密谋而来的 唐秋白冷冷地看着身前的几能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不起我裕和门的一律格杀 话霸双手得识 接着一道用灵力汇聚的巨人 缓缓从空中浮现 这是裕和门的灵集中间法觉裕和无量 光是那巨人散发的威压 就让天青宗无数弟子汗毛竖起 陆明自然也是不甘示弱 抬手召唤出自己的本命零件 下一瞬巨手和灵箭碰撞到一起 然而只是僵持了片刻 陆明的灵箭就断成了两截 接着那只巨手也顺势朝广场攻去 陆明身形快速后退摔在了地上 嘴中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陆云儿见状赶忙过来将自己父亲扶起来 接着唐秋白发布命令 全力搜索那个叫安景的弟子 接到命令的黑衣弟子 纷纷持剑朝四面八方冲去 天青宗弟子见此全都上前准备迎敌 但面对实力普遍高于自己的黑衣人 他们几乎撑不上几个回合就惨死在地上 唐文峰这时也出手 并且扬言投降者不杀 这句话让天青宗的一些弟子内心开始了动摇 但紧接着刘瑶也开口道 你放屁 我刘瑶就算是死也不会投降你们御河门 陆云儿这时也附和道 天青宗只有站着死 没有跪着生的 唐文峰这一听咧嘴一笑 接着持剑便朝刘瑶直刺而去 两人第一次交锋 刘瑶就直接落入了下风 下一秒他手中的剑就被唐文峰挑飞了出去 随即将剑架在刘瑶脖子上 依旧这点本事还敢大放厥词 众弟子剑状顿时大惊 但刘瑶却是异常淡定地吐出一口老痰 他的一声就落到了唐文峰的脸上 老娘就是不投降 你能拿我怎样 唐文峰用手擦去脸上的那黏糊糊的口水 好的 接着提起剑就要朝刘瑶劈去 你给我去死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刘瑶要领和饭时 忽然一道灵气从众人身旁穿了过去 下一秒直接就落到了唐文峰的手背上 唐文峰身形立刻暴退几米 回头恐惧地喊道 是谁 随后便从房顶看到了一名黑衣男子 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到那名黑衣人的身上 此人是谁 难道是宗门隐藏的高手 唐文峰试探性地询问了一句 你是什么人 黑衣人并未回答 你们走吧 我不想造太多的杀戮 此话一出 唐文峰顿时仰天大笑起 这人难不成是疯了 没想到玉衡和一代 还有比我们更嚣张的人 你是想死不成吗 天青宗弟子全都面露紧张地 看着那名黑衣人 这时唐文峰却是大放厥词说道 现在跪下来求饶 我可以饶你一命 安景文言只能无赖地摇了摇头 你们又是何必呢 这瞬间气得唐文峰脸上清金爆起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话罢持剑直奔黑衣男子而去 他手中的零剑上布满一堂火焰 欲要朝黑衣人劈去 陆月儿抬头一看暗角不好 他就不能将手中的零剑下压半寸 这一幕可谓是 下傻天青宗的无数弟子 仅凭两根手指就挡住 唐文峰最强一剑 这怎么可能 唐文峰此时也是面露惊猛 因为他发现不仅是 自己的剑没法下压 现在就连抽都抽不满 安景不想再与他过多纠缠 双指轻轻用力 就将唐文峰的零剑震碎 顺势又将自己手中的碎剑 扔向唐文峰 剑尖从他的驳梗处划过 下一秒身子就失去了 他的生机从空中掉了下去 唐文峰致死怕是也不明白 自己竟会死得这么憋屈 而那些跟随着唐文峰一起来的人 皆是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身子发抖的指向安景 你究竟是何人 唐秋白这时赶忙跑过来 将自己儿子扶起来 结果去发现唐文峰身体已经垫得帮硬 唐文峰致死让无数人开始闯测 此人难道是已经达到了第四境的高手 陆明皱起眉头暗叹一声 此人的实力已经在我之上了 陆云儿这一听立刻兴奋地看向安景 我就知道他一定是一直隐藏在我天青宗的神秘高手 刘瑶此时也跟着抬头望去 那就是能一击击败奈罗的高手 这个消息可谓是给天青的弟子 喂下了一颗定心丸 唐秋白将自己儿子缓缓放下 我不管你是谁 今日杀我儿子你都必须死 安景开口表示道 是你们先杀了天青宗的弟子 然而这句话却直接点燃了唐秋白心中的怒 他们这一群废物 加起来也不及我家风儿的一根手指 这可让吵架不输的刘瑶不服了 放屁 唐文峰才是废物 来我们天青宗的人我们都会收拾的 我告诉你 我天青宗随便一个杂役都能杀了他 安景一阵无语 他没想到这女人竞猜得这么主 不过唐文峰却始终将目光落到安景身上 今日你必须死 就算是神仙来了也就不了你 画霸双脚猛然一踏直跟安景冲去 众人将心提到嗓的眼 前辈小心 唐秋白实力高深莫测 陆云儿紧张地浑身发抖 刘瑶则是干起了那喊猪威动 杀了唐秋白这个老东西 接着唐秋白身形来到安景跟前 抬手一掌想要执取安景性命 然而就在他手掌即将落到安景头顶时 安景周身灵力瞬间蹦射出来 下一秒唐秋白直接被震的倒飞出去 即便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才勉强看他这样的身形 好恐怖的实力 看来我必须要使用全力 说着他双手在胸前合时 随即一捕狂暴的灵力不断地往他的手心汇聚 唐秋白仰天大喊 愈合无量 接着由灵力凝聚的武将巨人再次浮现在众人眼前 唐秋白驾驭巨人蓄力一击准备朝安景拍去 这一刻 陆明直接紧张的差点心都蹦了出来 男人以生命为代价召唤出战神虚意 却只为斩杀宗门的一名杂役弟子 可当他驾驭着巨人冲向安景时 却被其抬手一击洞穿了心脏 原来并不是敌人太弱 而是安景实力太强 拥有第三境实力的唐秋白一开始 并不认为安景能对他造成威胁 甚至脸上还露出一副不懈的微笑说道 去死了 然而当他驱使着巨大的手掌压向安景时 安景抬手将灵力聚在指尖轻轻一指 下一秒一道光柱直接贯穿巨人胸膛 唐秋白表情瞬间凝固 接着他召唤出来的战神虚意也开始跪散 随后吐出一股鲜血 可反观安景却是波澜不惊地站在原地 这一幕可谓是吓傻的所有人 一指破天 这人到底是谁 太强大了 是摩门地宗的人 众人这一听才回头看去 发现来的这群人竟全是摩门地宗的高手 陆云儿感到有些诧异 毕竟他们可没有实力 能和摩门地宗抗衡 摩门地宗又来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安景此刻也在琢磨 难道他们又是为了我而来 这是莫天行开口询问的 看阁下身手 莫非是天青宗的某位祖师 安景文言却是摇了摇头 我是谁不重要 唐秋白留下 其他人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此话一出 摩门地宗的人顿时愣在原地 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 这玉衡和一脉 敢不把我们放眼里的你是这第一个 莫天行没有动目 只是看着安景阴冷笑 你可真把本长老给逗笑 唐秋白为此指着安景骂道 你知道你面前之人是谁吗 他可是摩门地宗的大长老莫天行 这个名字天青宗无人不知 他竟然就是莫天行 那个一夜连续灭杀三个门派的莫天行 陆明得知对方身份 于是赶忙上前询问道 阁下今日杀入我天青宗目的位 我天青宗向来与摩门井水不犯河水 莫天行淡淡谱谱出几个字 交出安景 我摩门地宗马上就走 陆明向莫天行解释 天青宗并没有安景这个人 阁下是不是搞错 可莫天行却是一口咬定 并且扬言今日若是不交出安景 天青宗必定血流成河 陆明强忍怒意咬了咬牙 若阁下当真要强人所难 那我天青宗只能血战到底 话罢便带着一群弟子走上前去 然而莫天行却丝毫没把天青宗众人放在眼里 血战 你们也配 面对我你们只有被屠杀的份 天青宗弟子闻言 立刻失去与对方对视的勇气 毕竟他们面对的乃是整个摩门地宗 看着这老头装十三安景忍不了 于是取出自己多次融合后的灵剑 瞬间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所有人抬头望去 这是什么品极的剑 好炽热的剑气 就连莫天行都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但唐秋白反而是露出一亩邪笑 这法器灵气充盈应当不是反物 没想到这天青宗敬还有这等法器 莫长老快杀了此人 正好夺了此剑 安景将剑缓缓竖起 多说无意 我们手底下剑真章 莫天行剑安景执意要站 于是抬手在身前一挥 随即无数水波从四周往他身前汇聚 接着滔天巨浪开始缓缓朝天青宗的众人袭去 陆明剑此立刻掉头就跑 天青宗的弟子速速跟我后退 接到命令的弟子纷纷往大殿方向 安景此时也行动起 双手握住剑柄注入灵力 一跃而起对着莫天行的巨浪劈去 当安景剑对上莫天行的巨浪的那一刻 仅是一剑就将莫天行的巨浪击 一旁的唐秋白额头冒起一串冷汗 好可怕的实力 莫天行为了不掉面子表现的异常淡定 有点意思 但心中早就慌得一批 此人实力当真不一般 安景见他还在装十三 于是也表示道 你也只比那个斜员强上三分而已 莫天行被气得说不出话 只能站在原地死死地盯着安景 这可把一旁的陆明看得心惊肉跳 最后莫天行终于是安耐不住 抬手对着安景就是一指 看着那冲天而起的金色巨手 安景嘴角勾起邪魅一笑 雕虫小记也敢扳门弄子 话罢抬手朝天一指 下一秒一道蓝光硬生生贯穿了 莫天行用灵力凝聚的巨手 莫天行瞪大眼睛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但自己身为魔门帝宗的大长老 自然是有着强大的女孩 只见他张开双手不断吸收四周的灵气 安景却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莫天行表演 因为他也想知道自己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何种境界 只能心中默默为他加油 看看你能不能触及我的上限 片刻后一道身形巨大的魔头 缓缓从空中凝聚 陆明大叫一声不好 这是魔影分身 是魔门灵极高阶的法觉 莫天行显然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 你们现在求饶都晚了 话罢催动着魔影巨人朝广场拍拳 安景纹丝不动地看着朝自己拍来的巨手 唐秋白此时还以为安景是被这股气势吓了 于是一阵哈哈大笑起 可下一秒安景却突然将剑高高举起 接着一道蓝光从剑剑暴射出去 瞬间形成一道剑气劈向莫天行的魔影分身 莫天行只觉心头一紧 随后一个亮枪就倒了下去 怎么会这样 这一幕彻底吓傻了在场的所有人 莫天行死了 杭秋白此时也赶忙从空中跳下 看到莫天行瞪大眼睛死不明目的样子 顿时吓得他双腿发软后退紧 而那些跟随莫天行一同而来的魔门地宗弟子彻底被吓傻 这天行宗当真有绝世高手 连大长老的不是对手 莫天行之死让天行宗的众人陷入欢呼 没想到我天行宗还真有这样的高手 实在是太厉害 陆明此时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此人好厉害 他到底是谁 安景其实也没有想到 这魔门地宗的大长老实力会这么弱 自己还没有怎么用力对方就领何反 一个灵气不足三亩的莫流宗门 却靠着一名隐藏身份的杂役弟子屡次杀出重围 为了永绝后患 天行宗宗主陆明提议斩杀掉玉和门门主 自知生死难料的唐秋白赶忙跪在地上 请天行宗高人大人大量咬我一命 陆明知道唐秋白是一个牙子必报之人 如今儿子又惨死在天行宗 日后必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复仇 唐秋白见陆明都这样说 于是一步做二步休起身就朝陆云儿冲去 陆明老 既然你如此狠狠 那就莫要怪老夫心狠手辣 就算是我死了也要拉一个人和我陪葬 看着朝自己冲过来的唐秋白 陆云儿被吓得不知所措 就在唐秋白以为自己得手时 突然一道剑气从他的驳梗处划过 原来是安景率先一步来到了陆云儿跟前 抬手一剑就让唐秋白领盒犯 反应过来的陆明赶忙询问陆云儿的状况 却发现陆云儿此刻眼中全是崇拜之色的看着安景 于是他也赶忙拱手向安景道谢 今日前辈对我天行宗的恩情莫尺难忘 前辈要是有任何分子 天行宗绝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安景摆了白手示意没有必要 然后转身便准备离开这 陆云儿此时还想着打听一下对方的拘束 但安景只是留下一句话便纵身离开 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待安景走后 陆明脸上的笑容越发按捺不住 接着几人开始揣测安景的身份 陆明通过先前安景施展的心法来看 发现安景所用的心法和天行宗的截然不同 这让他们更加疑惑 从一开始击败奈罗到这次的化解危机 若是不是天行宗的大人物 为何又要屡次帮助他 不过陆云儿心中却有感觉 这个人似乎他们一直都认识 一日清晨 刘瑶一大早就在门口大喊 让杂役弟子激活 随即一群杂役弟子有气无力走不出来 原本因为昨夜的事 杂役弟子可以在今天多睡一个时辰 可刘瑶一大早将他们叫醒 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妖门子 看到出来的弟子一个个无精打采 刘瑶对着他们就是一顿臭骂 昨夜忙了很久 我知道你们也很心 玉和门联合魔教杀来 我天行宗弟子损失惨重 幸得一位前辈出手 才将天青宗保存下来 但是强敌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杀过来 而且西域大比也即将开始 为了补充宗门弟子数量 今日我会从你们这些杂役弟子 挑选一些人成为外门弟子 此话一出 全场杂役开始沸腾 等了两年了 终于是有机会成为外门弟子 但安瑶却是一个例外 他现在还是觉得做一个杂役比较舒服 接着刘瑶拿出杂役弟子名册 我会从你们中挑选三人进入外门 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杂役弟子这一听全都赶忙站直升 刘瑶指着一名尖嘴猴腮的杂役说道 杂役21 平时比较勤快 修炼也比较刻骨 虽然暂时没有达到第一劲 但未来还是有很大机会 这可把包牙哥给乐坏 于是立刻抱拳向刘瑶表示感谢 随后刘瑶又看向一旁的胖子 你的勤恳我是看在眼里的 胖子羞红着脸 显然没意识到自己会被选中 安瑶看到刘瑶选的人不是东瓜就是列子 严重怀疑他选人的标准 但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名额 安瑶将头使劲埋在别人背后 心里默念不要看到 但他还是失策 因为刘瑶最后一个名额就是留给他的 毕竟安瑶长端正 而且还是一个背黑锅的好料子 终于刘瑶的手指还是落到了安瑶头上 杂役27 最后一个人就是你 这不仅让安瑶感到诧异 其他的一些杂役弟子同样是如此 刘瑶黑黑一笑 怎么 你还不愿意 安瑶解释自己比较愚钝 所以不适合做外门弟子 毕竟成为外门弟子以后 出个山门都要报备一下 远远没有当个杂役来的快 但刘瑶却铁了心要选他 还向安瑶保证就是一块玩 时他也能点湿成精 安瑶一时找不到推托的话 只能默不作声 接着刘瑶又看向其他的杂役弟子 没被选上的也不要气馁 只要好好表现本长老 依旧会破格提拔你们为外门弟子 大饼一出 所有杂役弟子纷纷跑到刘瑶面前 献上一番殷勤 此将手搭在他的肩上 二十七你看什么气 这可是一件你上辈子修来的补气 而且我还听说 只要成为外门弟子后 就能够修炼天青宗的前三层的功能 甚至还有机会参加未来的西域大笔 只要在西域大笔上排名进入前百 就有机会获得先级功法或者先级法器 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强大的宗门而言不值一提 但却成为了那些墨流宗门誓死捍卫的对象 所以参加西域大笔的美名弟子 几乎都是绝对的天才 安景彭杂役晋升成为外门弟子 其实就是为了补充西域大笔石宗门弟子的术 单说这玉衡河一带就有了数十个宗门 而这玉衡河却只是西域的一个支脉 整个西域像这样的支脉就足有数十条 其中还存有一些灵河上游的古老宗门 他们实力强大 宗门内更是有第五境界混员金丹靖的高手坐镇 而这所谓的西域大笔 其实就是宗门那些年龄没有超过一百的年轻高手的比试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中孕育着数十条灵河 其中一些上古灵河的支脉中还隐藏着诸多古老宗门 这些宗门建立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 他们抵运深厚 门内弟子实力恐怖至极 像安景所在的天青宗 便是这数十条河中最不起眼的宗门 在包牙哥给安景讲完西域大笔大致情况后 听到可以获得先级法器和先级功法安景还是心动 这时刘瑶却突然在远处招步着安景过去一下 安景见状赶忙跑了过来询问道 不知刘长老有何吩咐 刘瑶并未说出缘由只是让安景跟他走一趟 最近山门不太太平 门内弟子更是折损了不少 你一定要勤家修炼早日达到第一境界 这才不能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引栽培 安景下意识地应付了他一句 弟子一定刻苦修炼 刘瑶满意地回头看着他 我就欣赏你这上镜的样子 随后安景便被刘瑶带到了自己的闺房 到门口后他却立刻停住脚 刘瑶见安景愣在门口有些疑惑 你怎么不进来 安景寻思着这地方是他能进去的吗 接着刘瑶就没好气地命令道 赶紧给我进来 没办法安景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去 可这时刘瑶却突然侧躺起来 脸上略带红韵身材妖娆地看着安景 你过来 我有事问你 安景尽量与这女人保持距离 刘长老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刘瑶假装咳嗽一下 你觉得男人一般都会喜欢怎样的女人 此话一出 安景感到一阵不可思议 心里暗想难道是这八皮有喜欢的人 这个人可真惨 见安景一副营笑的模样 刘瑶一脸怒意地让安景说出自己的看法 这个问题着实拦住安景 虽然在他的心中确实有一个比较喜欢的类型 但他可不敢这样和刘瑶说 只能表示问题不于深奥自己不知道 刘瑶一听不知道顿时破口大骂道 你小子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对于自己的性别安景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看到刘瑶的那个表情 他今天要是不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对方 显然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安景只能说男人一般都喜欢温柔贤惠的女人 这个回答令刘瑶眼前一亮 你举个例子说说 按照安景的理解 贤惠一般是指那种会做饭的女人 刘瑶有些不能理解这个意思 安景只能表示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但事先就得抓住他的位 被安景这一解释 刘瑶顿时觉得很有道理 不过安景还是对这女人看上的男人感到一丝好奇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刘瑶喜欢的竟然就是那个女次救了天青宗的神秘高人 并且还说如果知道那人是谁 自己一定要嫁给她 从今天起我要努力变成她喜欢的样子 这样才能让她从茫茫人海中注意到我 安景这下彻底无语 没想到自己就是那个最惨人 接着刘瑶起身对着她说道 你现在和我一起去做饭 到时候看看我做的饭怎么样 这个消息可谓是又给了安景当头一棒 看到安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怎么 你还不愿意 能吃到本长老做的饭是你的福气 话爸便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安景顿时觉得自己有种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的感觉 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 我主住屏幕前的各位宝子们 2024年一帆风顺 四季平安 心想事成 裁员广进 评论区打出自己的新年愿望 来年一定会实现我 东门长老在广场上放了一块石头 结果竟让全宗新晋弟子陷入了癫狂 原来这并非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而是用来测试弟子灵根等 所谓的灵根其实是修行之人 吐纳天地灵气的媒介 灵根等级越高 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也就越快 从高到地灵根共分先 零 法三个等级 每个等级又分上中下三等 宗门给每一位弟子许诺 测出灵级下等灵根可获得一枚原灵丹 中等则是十枚 上等可获得一百枚 这个消息令无数弟子陷入疯狂 因为原灵丹是提高修行者速度的担样 所以他们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若是测出先级灵根又会得到多少 宗门长老也是毫不含糊告诉所有人 先级灵根想要多少枚原灵丹就有多少 此话一出 再次令那些刚晋升的弟子发出尖叫 他们全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那块测试时 但却有一人不为所动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灵根就是先级 不过在测试灵根之前 他却被刘瑶叫到了造访品尝他做的 原来是刘瑶十分倾慕那个屡次就天青中的神秘男人 所以想通过做饭的方式引起那个神秘男人的注意 安景看到刘瑶紧张成那个样 做出来的东西估计怕也是一言难尽 果不其然 在看到刘瑶那一阵胡乱导用之后 安景只能无赖地用手挡住自己的眼睛 然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走到一边 紧张地等了片刻后 刘瑶端上来了两份黑漆漆的菜 脸上还略带骄傲地让安景快去尝尝 安景看到那玩意吓得立刻站了起来 刘长老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紧张 但刘瑶可不管这么多 没好气地非要安景尝尝 安景无语地表示他 我是让你抓住男人的胃 不是让你毁掉他的胃 这气得刘瑶破口大骂 你放屁 你到底吃不吃 好在这时陆云儿冲了进来 你们在这里干嘛 刘瑶刚要说出自己正在做饭 但桌子上的东西就被陆云儿看到 你是在学习制毒吗 这味道和这品相 一看就知道是具体 陆云儿的话让安景忍不住扑斥一笑 刘长老我有事先走 原来陆云儿是过来通知安景 去参加林根测试 因为西域大笔即将开始 所以宗门还需要在这一批 新进弟子中挑选一些好 而安景刚晋升为外门弟子 自然也要参加宗门的林根测试 片刻后天青宗广场就占满了一群员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测出先级林根 但主持测试的长老却告诉他们 先级林根整个玉衡和流域都没有挤 而且即便是有都是那种老怪物级别的高手 听到此话的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上仓 祈求自己能测出先级林根 陆云儿这时却说道 要是我天青宗真能测出先级林根的弟子 那宗门将能真正摆脱被欺压的命运 一旁的长老闻言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虽他也知道大概会是如此 但依旧还是抱着那么一丝希望 随着主持长老宣布林根测试开始 接着一名弟子颤颤巍巍的走出来 陆云儿见词表示只需将手放到测试时上即可 那名弟子长舒一口气 终于还是将手放了上去 下一秒测试时发出一道红光 一旁的长老无赖的摇了摇头 法级下品资质 安景好奇看向一旁的弟子询问道 这林根资质是如何判断的 杂役21随即便解释道 将手掌放到测试时上 闪烁的颜色分别是赤橙黄 绿青蓝 紫黑白 他们对应的便是法林仙三种林根 安景寻思着只要让测试时闪烁紫黑白 那自己不就是仙级林根 但一旁的杂役21立刻就打断了他 仙级林根你就别想 像我们这种人 测出灵级林根都是祖上冒清烟了 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弟子走上去测试 结果连一个灵级林根资质的弟子都未能出现 陆云儿见此陷入沉思 难道我天青宗连一位灵级林根的弟子都没有吗 紧接着一名胖子走了上来 他咽了咽口水将手放了上去 结果测试林根的石头上 都没被点亮 为此宗门长老判定他毫无灵根 所以也不会分配给他任何修炼资源 红为杂役弟子的吴明 却在测试时测出灵级下品一根 法级之上便是灵级 因此吴明的测试结果 令天青宗所有人眼前一亮 这意味着天青宗终于是出了一位天才弟子 测试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 你是叫吴明对吧 小胖子赶忙回忆 接着吴明便被长老叫到自己身边 杂役21看到这种情况 吴明也太走运了 居然测出了灵级灵根 这下怕是要飞黄腾打了 不过下一个便是他自己 测试时尚竟然闪烁起了金光 测试长老再次满意的点了点头 法级上品灵根也不错 现在就只剩安景没有前去测试 他悄悄躲到人群身后 希望不要引起注意 但陆鱼儿立马指着他让他前去测试 安景无赖只能拱手表示道 是师姐 可他很担心自己的底牌暴露 陆鱼儿见安景一脸担忧的样子 于是出言提醒他不要紧张 杂衣27平时闷不作声 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结果 只有无名无比自信 无论是哪种结果肯定都比不过 结果和他们料想的果然差不多 安景将手放到测试时上后 测试时竟然没有一点动静 众人见状皆是陷入异谱 因为这种情况他们也是第一次看的 即使在不济也都会冒出红光 这时主持测试的长老脑子中 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这小子该不会是没有灵根吧 安景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因为他的灵根可是先急 测试时没道理不会没有反应 陆云儿也不相信安景竟会没有一点资质 于是便让安景再试一次 安景按照陆云儿的吩咐再次将手放上去 结果测试时依旧毫无反应 这种情况彻底让安景猛逼了 与此同时主持测试的长老 终于是得出一个结论 安景没有任何灵根 和他一起来的两名弟子天赋都很不错 但安景没有灵根意味着就不能修炼 而且也不能继续留在外门 不过由于安景是被刘姚选上来 所以测试长老可以让他在外门继续修炼 但是却得不到任何修炼资源 随即此起彼伏的契落声从人群中响起 这么多人就他一个人没有灵根 好像是从杂役弟子中挑选出来 与此同时测试长老声音响起 除了二十七以外 其他人随我去领取丹药 但同为杂役弟子的吴明却拍着安景的肩膀说道 杂役二十七 以后你就跟着我混乱 我资质好丹药多 到时候分你一 与此同时杂役二十一也表示道 我也分你一些好了 我们一同来到天青宗 我以后会照着你 安景文言赶忙将两人推上前去 你们还是快去领取你们干要 吴明和杂役二十一回头一笑 你以后不用和我们客气 待两人走后 陆云让安景不要气馁 安景又怎会为此气馁 他知道肯定是这测试时出现了问题 所以才测不出他的先级灵根 陆云为了鼓励安景 表示自己一开始灵根资质也不好 全靠自己父亲的鼓励 自己这才没有放弃过修炼 现在我把这份鼓励给你 希望你也能和我当初一样 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只是大气晚成罢了 安景见陆云如此在意自己 于是笑着点头示意自己会努力的 画霸摆了白手便准备离开 陆云则是表示道 以后不论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找他解雾 不过因为天青宗 没能测出拥有资质超群的天才 陆云对日后的西域大笔感到无比担忧 就在这时 测试时竟然开始出现一道道猎纹 陆云见状顿时大惊 测试时坚硬无比 就算是飞剑都难以留下痕迹 如今竟然出现了无数猎物 不等他震惊完 下一秒测试时直接爆炸开了 陆云彻底傻眼 测试时竟然炸碎了 难道和刚才那位失地的测试有关 男人将一口棺材背在背上行走几百公里 最后竟将棺材放在了一个墨流棕门的大殿之内 而且整口棺材乃是用九天悬石打造 重量高达十万八千斤 原来是他们在寻找一名名叫安景 可即便派出宗门大长老前来天青宗寻人 低旧落得一个有来无回的下场 如今他们悄悄送来一股棺材 想来是为了给天青宗一个警告 可就在今天早上 安景参加宗门的林根测试 结果却连测试时都没能点亮 为此宗门长老判定安景是一名毫无林根的废物 但陆云儿却始终不信 因为他屡次见过安景 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股极为不凡的气息 所以他决定去查一查安景的身份 与此同时被判定为毫无林根的安景正欲回去 与他一同测试的两名弟子突然大喊着跑过来 安景回头一看 发现叫住自己的人乃是杂役21和吴明 杂役21一把抱住安景 我们找了你半天 原来你小子是在这里 接着吴明取出一枚丹药表示道 这是原林丹 我们两个因为资质不错 所以长老给了两枚 说着便要将这枚送给安景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种低阶的丹药对安景其实一点效果都没有 即便是更高等的丹药 效果都是微乎其微 同为杂役出身 所以他们觉得必须有父同性 有难同当 吴明拍着胸口告诉安景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 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大哥二哥 安景只觉一阵无语 怎么现在凭空搞出来一个大哥二哥 这时刘瑶突然走过来 你们三个人在这里干嘛呢 看到刘瑶那一刻 吴明立刻跑到他的跟前 我们正在想如何感谢刘长老的提拔之恩 若没有你我们还是杂役之身 刘瑶文言满意的点了点头 不错 以后在宗门好好修炼保护天青宗 便是对我的最大报答 吴明被胡得一愣一愣的 刘长老慧眼识珠 真乃无辈砍过 刘瑶听不得一点马屁 于是摆了摆手 让他们修炼完去找自己 他准备好了美味佳妖 安景一听顿时一阵无语 但杂役二十一和吴明 还一个劲的欣喜若狂 吴明甚至还产生了幻想 莫非是刘长老对我有感觉 想要亲自给我下厨 安景随即拍着吴明肩膀说道 你没有想错 刘长老就是看上你了 另一边 陆鱼儿已经来到天青宗的档案楼 他对着熟睡的长老喊道 二长老 随即那名长老便猝着眼睛醒了过来 陆鱼儿告诉他 自己是来查杂役弟子档案的 得知陆鱼儿查的人竟然是杂役弟子时 他还是感到有些好奇 毕竟一个杂役弟子并不值得陆鱼儿来此 除非此人有什么特别之处 陆鱼儿也不知道安景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只觉告诉他安景不一般 所以只能向长老表示自己单出好奇 二长老闻言指着身后的书架解释道 杂役弟子花名册在一楼最左边的下面 陆鱼儿按照指引找到那一列书架 然后开始在书架上四处翻转 最终找到了记录杂役弟子的花名册 接着兴奋地翻开册子开始寻找 等他看到安景的资料后 他显示一个亮枪摔了下去 罗门帝宗先后来了两匹高手 接是要我们交出安景 乱到杂役二十七就是那个安景 与此同时天青宗的广场上 一名男子正背着一口棺材 往天青的大殿肯 累死我了 终于是到了吗 他抬头看向天青宗 这就是灭了我宗无数高手的宗门 花霸便再次背着棺材 一步一步往大殿方向走 最后他将背上的棺材 放到了天青宗大殿内 本以为这样就算是完成了 宗门交代的任务 可他刚准备转身离开 却突然探到一道身影 挡在了大殿门外 额下鬼鬼祟祟闯入天青宗 还背来了一口棺材 不知你是想要做什么 男人文言眉头一紧 你就是天青宗的神秘高人 我警告你 不该管的是劝你还是不要 否则小心萤火烧身 花霸便要转身离去 安景文言立刻知道 对方乃是摩门地宗的人 于是一跃而起潮气充全 手刚抓在男人肩上 下一秒男人就变成了一道残影 消失在了原地 就凭你的实力还想抓到 就算是玉衡和那几个老怪物出手 也难不住 安景文言不屑一笑 接着运转真气一掌拍向男人 随即便看到一只 由真气凝聚的手 缓缓朝其抓来 男人见状不屑一笑 就这点本事 你还想抓我 然而还没等他得意完 安景用真气的手 已经抓在了他的肩上 男人难以置信地 看着头顶巨手 下一秒他就被巨手 死死地握在手里 宗门大殿内被人 送来一口棺材 打开里面躺的却不是人 而是一只会说话的乌鸦 原来这只乌鸦 是来自摩门地宗 男人将棺材 放到天青宗的大殿内后 郑玉离开时 却被安景刚好探到 安景凌厉化作一只巨手 将男人死死锁在空中 男人使出浑身解数 意图挣脱安景通俗 直至自己再无力气 他才意识到安景实力的骨 你的实力怎会如此之强 安景询问男人 此行的任务是什么 深夜潜入天青宗的目的又是什么 可男人闻言却不屑一笑 你以为你真能困住我吗 挖霸一股强大的魔气 瞬间从他的体内暴射出来 我的魔气内含有剧毒 若是放任 不管恐怕整个天青宗都会沦陷 为了确保天青宗不受牵连 安景抬手挥出一道灵气 随即灵气便开始缓缓凝聚起来 片刻后整座天青宗 都被一道蓝色的护照包裹了起来 而男人释放的魔气 也被其全数挡在了外面 但这也让悲观的男人找到了机会 他挣脱安景的束缚逃离出去 安景本想追出去 结果天青宗的众人却被惊动了 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 安景只能将那口棺材 留在天青宗的大殿之内 然后撤走保护宗门的护照便准备离开 与此同时大殿内的棺材被打开了 一只长有黑色羽毛的鸟从里面飞了出 竟还口吐人言说闷死 接着展开翅膀朝远处飞去 那只鸟刚离开 大殿内的棺材瞬间就合上了 而天青宗的高层总算是在这时赶到 陆明带着一群长老踏入大殿 结果却没看到一道人影 可先前他们明明听到了打斗的声音 随后那口透着死气的棺材也被他们发现 陆明大叫一声 这棺材是哪里来的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安景对于魔门地宗的人 送来一口棺材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这件事也和那神秘的魔后有关 而且也不知道这魔后长啥样 漂不漂亮 那只鸟听到此话 于是表示魔后长得可漂亮 是第一大美 安景听到第一美人不由的声出唤响 但紧接着他便察觉到不对劲 抬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身前不知何时 竟多出了一只鸟 安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即便是他竟也不知道这鸟是何时在这里 而且竟还能口吐人言 他似乎看出了安景的疑惑 于是张开翅膀飞了起来 然后缓缓地落到安景的肩上 主人 我是你的女 安景文言一阵无语 这只鸟长得这么丑 自己的鸟也不可能有这么黑 于是抬手一巴掌便将它扇飞了出去 可这只鸟似乎很不简单 它被拍飞后迅速在空中展开翅膀 然后再一次稳稳地落到了安景的肩上喊道 主人 安景彻底无语 你长得这么黑 跟着我做肾 可这只鸟像是听不懂话一样 一直在那里鼓鼓乱叫 安景彻搞得有些无语 想到最近刘瑶正在学习做菜 回头把他的毛拔了送过去做成乌鸡汤 顺便还能给自己补补身子 第二天早上 吴明早早便来到厨房等待着刘瑶做的饭 此时他脑子里还在唤醒 不知道刘长老特意为我做的饭好了没有 这是杂役二十一突然从门外跑了进来 吴明你听说了吗 我们宗门出大怪事 宗门大殿内突然出现一堵棺态 宗主连和几位长老都没办法打开 而是也搬不动魔不足 吴明文言不屑摆了白手 修行知识本就千七百怪 我们习惯就好 这是一只神奇的乌鸦 不仅可以口吐人言 甚至还掌握了独心术 可他刚看到安景就把他当作主 就在刚刚杂役二十一突然冲进厨房大喊道 吴明天青宗的榜单你看了没有 吴明被搞得一头雾水 什么榜单 我具体排了多少名 原来那是天青宗正式弟子的榜单 是根据弟子修为 资质以及贡献等一系列做出来的排名 而排名越高所获得的丹药和法器也就越好 吴明目前排在215名 杂役二十一地397名 这个排名对于新晋弟子还是很不错的 吴明听到自己没有进入前一百 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更是放出豪言 早晚有一天我会成为榜上桂冠 让所有人看到我吴明的天才之光 安景这时带着一只鸟从门外走进来 听到吴明的话对着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你们真有志气 杂役二十一健壮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不要气馁 虽然你排在四百多名 但是进步空间是巨大的 过几天的考核我会罩着你 吴明同时也拍着胸脯附和道 几天后的考核任务交给我们二人救舍 安景尴尬地笑了笑 暗想一个弟子的考核任务还不是有手作弃 这时站在安景手上的鸟飞了起来 一共才四百五十四名弟子 还在最后一名想退步也退步也 二十七虽然傻了点 但平日吃苦耐劳当个小弟应该没什么问题 杂役二十一健壮开口说话 他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你怎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此话一出 杂役二十一赶忙向安景解释 二十七你不要误会 接着鸟飞起来再次说道 刘长老此番特意为我做饭 一定是看到我长得帅有长处 吴明被说的小脸通 你这该死的鸟 在这里瞎说些什么 所以两人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炖个这只鸟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去抓这只鸟时 刘瑶突然端着一碗饭菜走进来 你们在这里干嘛 这时安景的鸟再次开口道 嗨美女 你玩鸟吗 我的主人养了一只大鸟 安景感到有些无语 早知道就不养这玩意 刘瑶似乎也听懂了另外一层意思 于是羞红着脸询问这是哪里来的鸟 安景走上前来表示这鸟是自己 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劲 赶忙改口说鸟是他养的宠物 这一解释让刘瑶更加生气 安景滚回去给我修炼 今天做的饭没有女子 看到那一盘黑漆漆的菜 安景表示自己立刻就走 可临走时那只鸟却接着说道 真不玩鸟吗 还真是能言善变 安景实在受不了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然后抱着他就赶忙往屋外走 直到远离刘瑶的视线 他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今日你算是立了一功 毕竟刘瑶的饭那可是狗都不吃的 结果下一秒安景心里的话就从鸟的嘴里吐出来 安景这事才反应过来 你竟然会读星术 而且还能准确无误的将我心中所想说出来 黑鸟弯着头再次说出了安景的想法 这让安景觉得他可能只是能像鹦鹉学蛇一样重复说话 这时陆鱼儿突然走过来 安景 安景回头一看 陆师姐你在叫我吗 突然他一下反应过来 刚刚陆鱼儿叫的好像是自己的名字 瞬间无数冷汗从他的额头上冒出来 陆鱼儿再次确认道 师弟你是叫做安景对吧 安景并未直接回答 转而询问陆鱼儿找自己所为何事 可他内心却慌得一批 陆鱼儿为何知道我的真名 难道他查了我的身份 陆鱼儿随即询问 魔门帝宗要找的人就叫安景 那人是不是你 安景表示当时自己只不过是一位杂役 怎么可能是那人 但陆鱼儿还是很怀疑 你真的不认识魔门帝宗的人吗 安景摆了白手 魔门帝宗这么大 我怎么可能认识 虽是这么说 但魔门帝宗的人昨夜突然送来一口棺材 不知道目的又是什么 陆鱼儿此时也觉得不大可 毕竟安景只是一名弟子 连第一镜都没有达到 又怎么会和魔门帝宗的人有联系 应该只是同名而已 于是他转而询问 安景有没有见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人 安景脑子这时冒出两道身影 那不就是那两个花痴吗 不过陆鱼儿说的显然不是他们 因为他想要找的是 那个女慈旧天青宗的神秘人 宗门大殿内被人送来一口棺材 可去怎么也没办法打开 安景好奇里面装的是什么 会不会有僵尸躺在里面 于是独自一个人来到了棺材跟前 他用手用力推了一下棺材 结果却不能一动气氛好 原来是棺材上被人下了静止 这似乎是某种古老的玄奥秘法 想要打开绝不容易 然而就在这时 棺材竟就自动打开 那些封印棺材的秘法也随之破碎 安景有些不解其意 为何他会突然自己打开 毕竟这棺材可是宗主 与几位长老用尽办法都无可奈何的存在 可等他看到棺材里装的东西后彻底愣住 原来里面竟躺着的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 虽感受不到女子的呼吸和心跳 但他的容颜去这般完好无所 安景走进仔细一看 发现女子竟长着一副天使的容颜 于是忍不住在心中暗想 这世间竟会有如此美丽的女子 结果下一秒他心中的话 便从那只黑鸟的嘴里吐出来 安景看着看着有些出了神 突然一个念想从他脑子中生起 难道他就是魔后 只是可惜了 他已经死了 可摩门地宗的人找我干什么 还说我是魔后要找的人 这时黑鸟再次开口道 如果他活着的话 说不一定能演上一段美妙的姻缘 安景文言觉得在意 毕竟这女子长得这般好看 可紧接着反应过来的 他对着黑鸟就是一顿胖子 什么姻缘 再党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一会儿就把你给顿 而且这黑鸟实在古怪 竟能够看头人心 估计这魔后怕是更加古怪 安景离开大殿没过多久 陆月儿就找到了他 原来是陆月儿怀疑他 就是摩门地宗想要找的人 可安景说什么 也不会承认自己真实的身份 陆月儿很是无赖 于是告诉他明日 便是天青宗的弟子考核 虽然你排名比较靠后 但你不要气馁 安景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陆月儿假意说 自己有事便要离开 然而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陆月儿突然将灵力汇聚 在掌心朝安景冲去 安景疑惑陆月儿为何要偷袭自己 就在陆月儿掌心即将拍在自己背上 使他瞬间明白过来 他是想要试探我 于是他依旧当作没有察觉 一般朝前走去 陆月儿见安景没有反应 陆月儿你真是太多疑 而此时的安景只能躺在地上 黑黑一笑 师姐我没事 但陆月儿的身子一直骑在自己腰上 于是安景示意他要不要先下来 陆月儿赶忙起来有些不知所措 你别误会 我只是随便问我 话爸又在自己袖口里掏了掏 这些丹药你都拿去吧 心中不由暗想 我不该误会他 毕竟天下同名同性的人那么多 安景为了打消陆月儿的疑虑 也是毫不犹豫收下丹药 师姐人确实不错 结果下一秒黑鸟便将他的话说了出来 师姐不仅人美还心地善良 谁若娶了他 那真是走了八辈子的好运 陆月儿这一听 小脸瞬间就羞红起来 安景见状一把捂住他的嘴 然后将他一把塞进自己怀里 师姐明日还有考核 我就先去修炼了 陆月儿听到此话 师弟还真是勤迷 若不是资质太差 说不一定可以成为天青宗的支柱 而安景所说的去修炼 一转眼便跑回自己屋里睡大觉去 直到第二天早上 屋外连续传来几声呼叫 也没能将他叫醒 原来是杂役21 他推来屋门急冲冲走进来 然后对着安景就是一顿描画 杂役27考核开始了 外门弟子考核必须参加 这次带队考核可是陆长老 与此同时陆月儿和外门长老已经到场 广场上的弟子七嘴八舌地讨论考核 这次考核我一定要通过 我修炼的剑法小牛所成 势必能拔得头丑 东门大长老从袖口中取出一个葫芦 变大后竟可以同时承载三百多人 原来今天是天青宗新晋弟子的考核之日 要想成为宗门真正的天才 所有弟子都需要经历穴的磨练和习 而他们此次历练的任务 便是进入玉衡林中猎杀一只第一劲的妖兽 并将妖兽的脚趾取下带回宗门便算通过考核 原本这只是一场简单的外门弟子历练 可因为西域大笔将至 所以玉衡和一带数十个宗门决定举行一次联合历练 而在这数十个宗门内 其他宗门定然会派出本宗的天才弟子 就连那玉衡门白戒也加入了其中 甚至还有些资质超过白戒的存在 所以这次玉衡和鄙视可谓是天才云集 白戒见过安景真正的实力 为了不暴露身份 这次历练他需要多加小心 此时天青宗大长老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这次历练之地为天云岭秘境 秘境内有诸多遗藏 遗藏中藏着罕见的心法丹药 法器练气等多种吸针材料 其中不乏一些上古丹药和上古法器 众弟子闻言陷入欢呼 竟然有上古丹药 如果能得到那还不得一飞冲天 而安景此时正缺丹药和法器 出去逛一圈也正好能看看 现在自己处在何种境境 陆云二看到这些弟子 一个个喜笑颜开不知此行的威胁 他脸上全是担忧之色 而且看到安景竟也要参加这次历练 想到以他的实力恐怕会有威胁 如果进入秘境有机会的话 他必须要照付安景一二 众弟子闻言拱手表示谨遵法旨 随后大长老取出一个葫芦默念法诀 下一秒葫芦便化作一个庞然大物 据说此法器乃是花费了13年的时间 才打造出来 被月行千里 飞行速度比飞剑还要快 因此所有弟子都争先恐后 想要上去体验一下 大长老见状屡直胡子得意一笑 我这葫芦足足可容那300多人 足够你们做了 就在这时安景的黑鸟再次飞了出来 一群笨蛋 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安景见他又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于是立刻一把捂住他的嘴 看到这一幕 陆鱼儿不由扑刺一笑 吃地要是没有位置的话 可以坐你坐起 虽然他比不上大长老的法器 但是也能飞行 然而他们刚动身不觉 一些弟子竟开始在葫芦上呕吐起来 原来他们竟是晕葫芦 安景和陆鱼儿待在一起比较舒服 就连四周的狂风 都被陆鱼儿用真气格挡在了外面 而陆鱼儿身上散发出的味道 让安景不由想要靠近一些 这一幕可把吴明他们气炸了 二十七你这个畜生最好离陆长老远逸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一群黑袍男子站在一处园台上 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回首男人名叫血无牙 他询问一旁的探子道 玉衡河一带的宗门都来起了吗 探子回复只有九件门 白云派和天星宗的人道 其他人还在路上 男人显然等得有些不耐法 你再去探探他们的情报 原来这群人是想借玉衡河大悲之时 然后将玉衡河一脉的宗门弟子一网打尽 而此时的秘境之外 来到此地的弟子 都在七嘴八舌的商议秘境如何寻宝的事 你们听说了吗 这次玉衡河门勾结摩门帝宗高手 杀上天星宗结果却被灭了 这天星宗果真有高人啊 就连摩门帝宗的高手都杀了 这人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 定然有着第五境的实力 我们可要小心天星宗才是 白界听到几位长老的议论 寻思着他们口中的高手 会不会就是天星宗的那位神秘弟子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什么神秘高手 我听说这次带队可是陆鱼儿 说话的人乃是飞花门长老林游鱼 此人实力极强 早在五年前便是这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 绝大多数弟子觉得陆鱼儿和他简直没有可比性 毕竟陆鱼儿连白界都打不过 而这林游鱼据说拥有先级灵根 未来在这玉衡河一带绝对是最顶尖的高手 所以不论是谁 见到林游鱼都会主动献上一番殷勤 即便是那些在宗门中地位高尚的长老也不敢怠慢他 在所有宗门都到场后 天青宗的弟子总算是赶到了 林游鱼抬头望去 陆鱼儿这次我可是给你准备好了一个大惊喜 而当陆鱼儿看到林游鱼那张脸后不禁皱起眉头 没想到竟是他 轰网试炼秘境的大门即将开启 可天青宗的众人却被一名女子拦在了一旁 原来女子是玉衡河一带的圣子 而且天赋还是先及灵根 陆鱼儿和他有仇 他想借着秘境开启之时 各宗弟子相互比试切磋一番 比试自然需要下点彩头 陆鱼儿看出来对方是想给自己下套 和一旁看热闹不嫌是多的老头却点头同意 安景有些不理解 他询问大长老为什么其他人都这么害怕这个女 此话一出 大长老赶忙一把捂住安景的祖 他可是玉衡河的圣子 拥有先及灵根的顶级天才林游鱼 这个名字可谓是在整个玉衡河一带无人不知 未来注定会成为玉衡河的第一高手 甚至在西域都能占有一席之地 安景寻思着对方拥有先及灵根就算是天才 那自己起步也是天才 白界躲在人群后面一直盯着安景看 此人为何看着如此熟悉 那天天色太晚没能看清 但想来也不可能是他 如果真是他又怎会只是天青宗的一名弟子 与此同时的门派长老开始起步 抹出一块天经石作为彩头 接着其他门派长老不是高级 但要就是西式珍宝参与比试 灵游鱼借机询问陆游儿拿出何物作为彩头 如果没有的话就用自己买 我们下的弟子马坡正好没有双修道路 如果你跟了他倒是你的福气 然而灵游鱼说的弟子 除了身体长得五大三粗外 脑子八成有点问题 陆游鱼见对方如此羞辱自己 瞬间破防骂倒 陆游鱼越是生气灵游鱼便越是得意 但陆游鱼显然也不是会吃亏的人 当即表示天青宗此行弟子中也有不少没有道理 你何不也将自己作为彩头 此话一出瞬间引起别派弟子大怒 陆游鱼你脑袋怕是昏了才敢说出这种话 灵游鱼可是先及灵根 莫说你天青宗 放眼整个玉衡河一带有哪位弟子配得上来 就你们这些弟子 莫说夺魁恐怕连活下来都是问题 陆游鱼本以为按照灵游鱼高傲的性格断然不会答应 若是那样此事便能作罢 可万万没想到灵游鱼却答应了下来 即便本派的弟子极力阻止 他们害怕天青宗的人在背后使诈 但灵游鱼依然是我行我素的决定此事 因为在他的眼里天青宗有谁能和他抗衡 这可让陆游鱼陷入了为难 他知道自己带的弟子想要战胜灵游鱼带领的恐怕不足一程 大长老想要让他放弃鄙视 可话一出口便再难回头 处在一旁的安景十分不守 这个灵游鱼实在太狡猾了 看来这次我必须要出手 而不知道安景实力的灵游鱼却是一副胜券在我里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开启秘境吧 收到命令的各宗长老抬手往秘境大门内注入灵力 秘境的大门被打开了 弟子们仅是站在秘境入口处就能感受到极为浓郁的灵气 如此浓郁的灵气 对于他们这些弟子修行而言可谓是事半功倍 林游鱼率先来到秘境入口 都进去 我希望你们都能有所收获 接着所有弟子陆陆续续进入了秘境 吴明和杂役21相互拉着对方 所以进入秘境后被传送到了一起 原本他们还想着带着安景一起 可惜被他当场拒绝 不过想到秘境内天才地宝一定很多 大不了到时候多采点分一部分给安紧 两人刚走几步 吴明便看到了一株紫盐花 那可是炼制灵接丹药的必备材料 他们刚采到紫盐花 转身便又看到一株板裤草 渐渐的周围出现的灵药也越来越多 两人只顾着采集灵药 丝毫没有意识到一条毒蛇正在注视着他 下一秒吴明屁股被狠狠咬了一口 杂役27看到毒蛇的那一刻瞬间愣住 那竟是三不王蛇 这种毒蛇的毒性极强 如是任由毒性蔓延的话 恐怕第三境的高手都会毒倒 吴明害怕到了极点 恳求杂役21用嘴将毒液吸出来 这让杂役21陷入了为难 不惜吴明会死 吸的话又要用嘴去咬对方的屁 然而还不等他做好决定 一头猛虎突然来到了他们跟前 这是两株低阶的黑玄草 男人将其采下来后 竟然进化成了一株灵极中阶的黑玄花 原来男人有吞噬万物的能力 凡是同种物品都能通过融合进化提升等级 而这里是一处孕育天才地堡的秘境 秘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方小天地 据说每个秘境都是顶尖高手作画后形成的 里面不仅会有作画之人留下的遗物 还会因为磅礴的灵气产生无数天才地堡 安景刚进入秘境就察觉到附近有妖兽的气息 但这气息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居然有人找到了一节灵极中阶的灭魂竹 这节灵珠虽然只有中阶 但却比一些灵极高阶的药材还要值钱 然而率先发现灵珠的人其实是天青宗的弟子 对方不但抢去了他们找的灵珠 而且还当着一群人的面就要教训天青宗的弟子 男人撸起袖子朝那两名弟子走 直至他感觉没有了力气才停下手中的拳头 这时一旁的弟子小声提醒道 马师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男人闻言让门下弟子一边分头寻找草药 一边寻找天青宗的弟子 凡是有人告诉他天青宗弟子的行踪 事后他必有后报 而此刻的安景也根据先前的气息找到了那头妖兽 将妖兽解决后 他突然察觉远处有药草散发的气息 原来是两株灵阶中阶的黑玄草 这种级别的药草根本入不了安景的眼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 所以安景还是将其采了下来 通过系统的融合 两株黑玄草成功晋级成为了一株黑玄花 安景刚将黑玄花采下来 结果正好被其他宗门的弟子看到 你怎么拿着我的黑玄花 安景还没见过如此不要脸 于是打算看看对方接下来的作品 果不其然他们是想要抢这株黑玄花 竟然还威胁安景将黑玄花放下 否则安景一脸无所谓 否则怎样 原来他们适合马坡正用 只要他们发出手中的信号 马坡正就会带弟子过来找安景麻烦 可安景闻言却直接转身离开 有本事你们尽管试试 两名弟子还没见过如此狂妄之人 当即便掏出储物袋中的信号弹 信号弹被女子释放了出去 其他宗门一看到信号弹 便知道是有人发现的天青宗的弟子 于是一个个都想要赶过去凑凑热闹 而就在此时女子还在威胁安景交出黑玄花 否则一会马坡正到了想走都走不了 安景表现得不慌不忙 我觉得要跑的是你们 而不是我 男人闻眼仰天一阵大笑 真是天大的笑 结果下一秒突然口吐鲜血同空倒飞起 女子还没有反应过来 接着也被一道灵气轰飞了出去 看着地上躺着的两人 安景只能无赖地长叹一口气 原来攻击他们的是一头野猪 安景见野猪一副愤怒之色 猜想那两株黑玄草八成是他守护之物 这时缓不进来的女子突然大叫起来 这竟是子玄野猪 据白界长老所说 他可是这处秘境的四大凶兽之一 如今他们两人都身受重伤 今天怕是要命丧于此 与此同时野猪似乎察觉到什么面露凶恶之色 接着爆发极快的速度朝安景通去 两名弟子见状暗叫一声不好 等着小子死了估计就轮到我们了 然而在野猪冲向安景的同时 一根手指也缓缓从空中降落下 野猪被手指一击插入了地下 等两名弟子再次睁眼的那一刻 只见那头野猪已经没有了生机躺在了深坑里 与此同时的天青宗内 由于安景和无明他们都进入了秘境 刘瑶在宗内实在无聊 这时安景的鸟突然找到了他 并且还很自觉地站在了刘瑶的肩上 那个神秘的男人到底在哪里 我好想嫁给他 刘瑶这一听顿时羞红了脸 于是追着黑鸟跑到宗门广场外 你这该死的臭命 怎料这黑鸟根本收不住嘴 我好想给他生孩子 要生七八个 刘瑶被气得半死 但又无可奈何 男孩一剑斩杀了秘境内四大凶兽之一的子玄野猪 而功劳却落到了九剑门的两名弟子身上 因为安景着急去寻找秘境中的稀有灵彩 于是留下野猪的尸体独自离开 子玄野猪的尸体被九剑门的弟子发现 而尸体旁边正坐着两名受伤的弟子 其中一名弟子向同门解释子玄野猪是自己杀死 一瞬间他成为了同门弟子中的骄傲 他们想要将此事宣扬出去 这样即便是马坡镇那样的高手 也不敢对他们九剑门造词 可男人却说此事他们知道就好 没必要大肆宣扬 九剑门的弟子彻底被男人气质所折服 表示以后必定要以他马首施瞻 男人摆了白首示意两人退下 这时知道真相的女子才缓缓走得过来 黄师兄你为何要撒谎 男人自然是有自己的理由 因为在修仙世界有个偌大名号极为重要 不仅会得到外人的尊重 在宗门更会受到重视而获得更多天才弟子 而只要你我不说便不会有人知道 可女孩担心神秘人再次出现 那他们必定会露出马脚 男子极为自信 那位前辈能够通过秘境击杀子玄野猪 神通之强已经达到了神鬼莫测的地步 估计早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可女子心中还是存有一丝担心 万一出手之人就是天青宗的那位弟子 不过没等他说出来 男子便一口断定没有万一 接着四处打量着安景的身影 可恶 让天青宗的弟子给跑 他手里有一株黑玄花 下次遇到一定让他好看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安景稀里糊涂闯进了一处莲花池 这里灵气极为浓郁 竟连池中的鱼儿都变成了淋鱼 就在这时安景突然察觉到了一眼 池水中央竟盘旋着一股紫光 安景想知道池底藏着什么东西 于是一跃而下跳入池里 奇怪的是池里的鱼儿并没被吓到 而是对他极为亲近 越是往下灵气就越为浓郁 安景用隔水术将池水隔绝在外 不知下降了多久 安景始终没能看到那发光的东西 而那池水也变得越来越冷 他使用五成实力 在池水中开辟出了一个通道 片刻后他终于是抵达池底 骇然发现池底竟躺着一具蛟龙的尸海 这体型如果是真龙 恐怕会有第六镜的实力 只是可惜他渡劫失败 最终只能淹没在这冰冷的池水里 忽然他眼前出现一道莲木 莲木隔绝了此地的潭水 而且那光源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安景朝莲木上注入灵力 莲木被他打开 走进去后发现里面是一条 不知通往哪里的碎 整个通道都是用夜明珠作为引路灯 安景想到自己是来寻宝 于是便将头顶的夜明珠都摘了下 通过系统融合 可以将两颗普通夜明珠 融合成一颗精品夜明珠 融合后的夜明珠又大又亮 释放的光滑也更加明亮 安景于是将通道内的夜明珠都摘了下 他将所有的夜明珠放到一起进行融合 最终获得了一颗排球大小的夜明珠 然而就在这时 通道突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不见 等安景再次看向前方时 眼前早已是一片新的天地 天上盘旋着一只凤凰 安景往前走了几步 忽然看到一名独自对弈的老者 此人先锋盗骨气弱犹龙 估计来头不行 老者伸手示意安景入座 随手一挥便引来了一盘茶具 安景寻思着对方如此实力 定然不是玉衡和一带的高手 老者没有说话 递给安景一杯茶 光是茶水散发的香气 就令安景陶醉不宁 老者解释这是西域东福山的灵茶 采摘他的接牙就需要等上六年 而泡茶的水更是极为珍贵 仅是一滴就需要等上一年 安景见对方用如此好茶招待自己 而他们仅是瓶水相逢 恐怕不是仅仅喝茶那般简单 老者闻言直起一子 以暂且一看 随即气盘上便显现出 无名和杂役二十一逃命的身影 与此同时那群黑袍人 也打开了通往秘境的路口 确认此地就是 秘境后为首的男人才走得出来 他命令自己手下 分批去抓玉衡和一带的弟子 只要是人变一个不留 接到命令的黑衣人 随即便往四面八方赶去 想到自己完美的计划 男人不禁一阵大笑 天青宗 九剑门 白云派 飞花门 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少年机缘之下误入一处秘境 没曾想秘境中的主人 竟舍得用千年灵茶来招待自己 甚至还愿意将自己的侄女 送给少年当作妻 原来这名老者并非是一名人类 而是生活在秘境中的一条真龙 他想和安景来自赌注 赢了就可以带走了他的侄女 但要是输了的话 就得留下来给他当五十年的劳力 安景可不想自己吃亏 于是询问他的侄女长得漂亮不漂亮 而他们要赌的正是 吴明和杂役二十一 能否逃出妖兽的追 安景和这两人的关系不错 可他们的运气似乎不太好 吴明刚进入秘境 就被毒蛇咬到屁 现在又被其他门派的弟子追杀 马坡正让吴明他们立刻站住 否则一旦被自己追上 免不了吃一顿骨头 吴明文言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的马坡正 他知道要是停下来 那自己一定完蛋 然而等他转头准备加速时 却迎面撞在九剑门的弟子身上 吴明和杂役二十一同是一个 亮枪摔倒在地上 看着身前全是九剑门的弟子 身后的马坡正又正提着剑缓缓滴来 吴明知道自己跑过来 于是立刻跪地求劳 马师兄饶命 我们都是玉衡和一带的弟子 你们老祖以前还来过我们天青宗吃过饭呢 这次九剑门王兴突然取出一副画像 少废话 你们都是天青宗的人 可有见过他 吴明对着画像定睛一看 这人看着很眼熟 好像我们天青宗灵情社里的野猪 与此同时杂役二十一也在一旁复合道 这好像是一个人吧 王兴被气得咬牙切齿 你们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人 对此吴明和杂役二十一都是极力摇头否认 与此同时周围弟子开始议论纷纷 这天青宗的废柴没有一个能打 他们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王兴这个狠人 据说王兴可是击杀了四大凶兽之一的子玄眼珠 地旁的马坡正听到此话 心中不由暗想这王兴何时变得如此厉害 为了活命无名和杂役二十一开启求饶模式 马坡正嫌无名凡人 于是猛的一拳敲在他的头上 而王兴却因为两人不认识画像中的人陷入一火 难道那小子不是天青宗的人 可为什么他又要假冒天青宗的人呢 这时突然有弟子大喊有妖兽靠近 如此多的凶兽 里面很可能有四大凶兽 一些弟子已经被吓得双腿发热 而那马坡正更是第一时间掉头就跑 这时一名九剑门的弟子突然大喊一声 九剑门的王师兄曾击杀过四大凶兽 这点小场面根本不带怕 可他话刚说出口 王兴立刻就给了他一个大逼兜 装逼你也不挑对手 接着带着自己小师妹便准备跑路 王兴这一跑 周围其他弟子纷纷跟着他朝远处跑去 无名和杂役二十一见状一阵无语 但反应过来后也是拔腿就好 那家伙还以为很厉害 原来是在说大话 此时那群妖兽也露出了真容 他们头上顶着一对鸡箭 模样和狼群一般无二 那些跑在后面的弟子只能被妖兽撕碎 老者看到这些影像黑黑一笑 几只凶兽就将他们吓成这样 真是有趣 安景闻言美好气的看了他一眼 你请我来不会只是想让我看戏了 老者询问安景 你觉得他们谁会赢 安景对于他所说的这些不感兴趣 起身便准备离开 你自己慢慢下吧 我先离开了 可等他走到出口时 却发现出口竟被封住 安景不解地看向老者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吗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无数妖兽正追捕着玉衡河一带的弟子 王兴暗叫一声不好 再这样下去 他们迟早都会被妖兽追上 马泊郑文言表示道 你不是杀过四大凶兽 你实力强就交给你 王兴没想到对方这么无耻 于是表示你作为玉衡河一带的领军人物 如今正处危险事后 怎可苟且偷生 此刻吴明和杂役21在后面边跑边喊道 师兄救救我们 马泊郑终于是停下了脚步 挥起大刀一刀披向眼前的萌 吴明和杂役21眼中满是崇拜的神色 而王兴也在这时停下了脚步 我们一起上 那是一条修到了六千余年的蛟龙 仅差一步便可脱离智骨化身真龙 结果却在最后关头死在了一处秘境 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想要夺视安景的肉身再次涅槃重生 于是他和安景打了一个 赌局是那些进入秘境的宗门弟子 是否能活着走出秘境 老龙身为秘境中的最强者 他的气息可以随意控制秘境中的妖兽 所以现在每只妖兽都是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攻击秘境中的弟子 而一场人兽大战也从此拉开帷幕 一开始人族还能勉强主导战场 但随着秘境中的四大凶兽之一的黑金鹅加入战场 一些宗门弟子开始陷入恐慌 这时马坡正告诉众人 他们的王师兄斩杀过四大凶兽 所以不必慌张 但其实王兴根本没有那个实力 斩杀四大凶兽不过是他为了名誉而编的谎言 于是他呼吁所有人一起出手 或许那样真能够斩杀这头凶兽 虽然大多数弟子都加入了猎杀黑金鹅的战场 但黑金鹅领甲硬如钢板 他们的攻击落到上面根本没有什么用 而马坡正也只是砍了黑金鹅一刀 他手中的金颜刀禁就碎成了纸片 那可不是一把普通的刀 而是灵极低阶的法器 面对着防御极强的黑金鹅 一些实力较弱的弟子直接硬生生被吞了下去 马坡正这时终于是发现了黑金鹅的弱点 于是一箭刺入了黑金鹅的眼睛内 下一秒他直接被黑金鹅一尾巴抽飞了出去 不过这给王兴他们找到了机会 他呼吁众人一拥而上 即便黑金鹅的实力再强 但也捏不住这么多人的轮番攻击 经过长达四小时的战斗 黑金鹅终于还是死在了他们的手里 但是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是受伤就是灵力耗尽躺在地上 无名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粗气 这时杂役二十七突然响起 他们进入秘境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可为什么一直没有见到安静的身影 无名脑子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他已经被妖兽吃了 突然一道掌声响起 接着一群黑衣人走得出来 真是精彩的战斗啊 看你们联合杀死黑金鹅 我真是热血沸腾啊 文言一名弟子大吼道 这是他们欲横河的秘境 你们是谁 然而他刚一开口 一只血手突然浮现在半空之中 随后落下将那名弟子排成了泥浆 如此凶残的手段 让别的弟子感到不寒而立 而杂役二十一和无名 更是被吓得抱在了一起 这是哪里来的杀星 出手竟让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看到先前的那种招式 王兴立刻猜到对方 很可能是血门的人 血门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 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宗门 他们专门稀释别人的血肉进行修炼 曾经门内还出现了一位强者 即便在忠狱也是赫赫有名的凶残人物 后来因为太过凶残 所以被人赶出了忠狱 转而来到了西域 这时为首的男人得意说道 其他弟子都被我杀了 现在就剩你们 但是你们放心 我会用更残忍的方式对付你们 杂役二十一和无名文言如遭雷击 原来二十七已经死了 与此同时老龙和安景 安景正在一处小天地内 查看着他们的情报 老龙面露喜悦缓缓说道 你看吧 我就说他们不能活着出去 安景疑惑这群人是怎样进来的 于是询问老龙原因 老龙解释秘境外 有一处缝隙被他们发现 等你们进来时 他们也跟着来了 安景知道原因后 要求老龙送自己出去 可老龙却说他们的对异还没有结束 要求安景继续出招 话把他对着棋盘轻轻一挥 下一秒他身后就浮现出一道真龙的虚影 安景看到那若隐若现的龙影说道 你已经死了 老龙承认自己确实死 现在只不过是将灵魂寄居在这里 但他已经修到了六千多年 所以不想就这样死在这里 突然老龙纵身一跃飞了上去 安景有种不好的预感 那就是这老龙想要夺舍他的肉身 南海只是简单地挥出一剑 竟险些斩灭修到六千余年的蛟龙 原来蛟龙因数年前度结失败 如今只剩一缕残魂狗活在这幻境空间 可他却想要夺舍安景的身体 于是用静谨式的法力朝安景冲去 安景身行后退的同时缓缓说道 你看上去实力还不错 不知能否逼出我的权力一击 蛟龙的攻击落了一个空 眼中略带吃惊地望着安景 你未免太过狂妄 天地间修饰天才犹如过江之际 又能有多少人修到成功 安景不想和他多言取出了自己的灵剑 你刚刚已经出了一招 现在轮到五出剑了 老龙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他看到安景手中的剑乃是一把仙气 不过很快他就放松警惕仰天大笑 我看你莫不是脑子坏 你可知世界上狮子伯徒一须全力的道理 安景没有多言朝老龙挥出一剑 一道剑气瞬间从天而降 与此同时老龙也将自己的龙魂释放了出来 你敢与老夫叫嚣 我倒要看看你的剑到底有多快 话把他抬手将自己的一道龙魂释放了出去 当龙魂遇上安景的剑气时 瞬间就将老龙的龙魂击得粉碎 老龙身负重伤难以置信 你竟然一招就击溃了我的龙魂 这玉衡和一脉的弟子不该有这等实力 所以你的身份到底是谁 安景告诉他自己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先前的赌注还算不算数 老龙文言咧嘴笑 我那侄女可是妖兽异足的天才 能不能得到她的认可就要看你的造化 这时安景想到自己的灵剑正好缺一亩剑魂 于是想要将老龙收到剑里 老龙想到自己可是修到了六千多年的骄龙 若不是即将生死到剑 你又怎会是我的对手 安景不予他废话 零剑一指就要将老龙收入剑内 与此同时系统也跳出提示 是否要将三阳剑与黑胶魂魄融合 安景毫不犹豫选择事 下一秒老龙的魂魄便被吸入了三阳剑中 融合了黑胶魂魄的三阳剑 从先级初阶晋升到了先级中阶 这个意外之喜让安景也没有想到 随着老龙魂魄被收走后 四周的幻境也开始逐渐消散 在离开前老龙解释自己伤势太重 需要沉睡一段时间 如果遇到修复魂魄的灵宝 记得给我留着 安景文言点了点头 接下来就该去救人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玉衡和一代的弟子 面对血灵门的高手毫无还手之力 王兴和马波正互相恭维 都希望对方能出手和血灵门的高手对战 这时血灵门的高手忽然出手 只见一道血色灵气 犹如巨龙冲向玉衡和一代的弟子 面对这一击他们心中剩下的只有绝望 因为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接下这一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剑气突然横空击溃了 血灵门高手的攻击 蒙面男人一阵惊恶 指着远处的树林 让出手之人滚出来 这一颗玉衡和一代的弟子心 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待他们眼前的浓烟散去 安景的身形也缓缓显现了出来 杂役21和无名剑来人是安景 他们的心再次沉入谷底 因为在这群人眼里 安景只不过是一个废物罢 而那蒙面男子更是一阵嘲笑 还真是令人意外 以不跑进自己过来送死 安景文言脸色毫无波澜地说道 想让我死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杂役21剑状立刻向安景解释 这些人是血门的高手 你赶紧跑 然而他话刚说出口 三四名黑衣人 突然快步朝安景冲去 安景冷哼一声 抬手随意挥出一道剑气 就将几人击飞了出去 剑手下一个照面就败了 蒙面男子指着安景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而这一幕更是吓傻了 一众玉衡和一代的弟子 天青宗何时出现了这等高手